一连三日 杨开都没见到戴渊的踪影 倒是杨炎鬼魅一般地出现了 美眸里绽放出兴奋的光芒 似乎因为研究外面的天然阵法 而大有收获的样子 杨开也不去多问 因为问了他也不懂 索性对此不加理会 戴渊未回 杨炎便自顾地在旁边的房间中休息下了 又在千环峰内苦等了两日时间 戴渊才忽然出现 不过让杨开感到奇怪的是 戴渊似乎很疲惫的样子 神色有些唯靡 而且双眼红肿 分明是哭过一场的缘故 纵然有些强颜欢笑 也依然抹不去那眉梢间隐藏的暗然 杨开不知道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竟然会变成这样 但想来是与他那个师尊有些关系 毕竟戴渊之前是去见自己师尊的 前后五日返回 居然就有了这种变化 实在让人不解 解读 戴渊返回之后 先是去杨炎交流了一通 但拿到一块令牌之后 心情立刻好了许多 因为杨炎不但破解了 他洞府外面的那个天然阵法 而且还加以改动 让阵法变得更加完善可用 不但威力提升三成 还增加了几种变化之能 这让戴渊欣喜万分的同时 也在暗暗惊诧 扬言阵法水准 而经此一事 他与扬言的关系 似乎一下子和睦起来 彼此间姐妹相称了 这让杨开大为迷茫 这感觉女人心还抵振 变幻莫测 之前两人在赶路的时候 都跟闷葫芦一样 一个月时间没有说过话 而现在 仅仅只是因为一个阵法 便亲密无比 男人是不会这样的 他回来之后 杨开自然开始询问 他要自己所帮之事 但戴渊还是有些迟疑期爱 只要杨开在等几日 他还要做些准备 到时候 自然会如实告知 听他这么说 杨开便不再勉强他 当下静静等待起来 又是匆匆几日之后 这一日 杨开正在石室内打坐 一边修炼魔血丝 一边打出自身的圣元 灌入面前的一个炼气炉中 而那炼气炉内 一只赤红火鸟 正翻滚不停 口中不断地喷涂出 精纯浓郁的火灵器 朝炼气炉内的龙骨龙珠 灼烧焚焚链 虽然炼化龙骨龙珠 需要耗费的时间很长 但杨开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主动地去摧发炼气炉的威能 加快这个炼化的进程 他很期待龙骨龙珠 被炼化成一体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在他催动圣元的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杨开眼帘一台 在打出一道圣源之后 深吸一口气 平息了自身力量的翻滚 片刻后 又伸手将炼气炉招了回来 收入体内 这才站起身 走到门边 打开石门 大渊撬声声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 却有些患得患失的样子 待感受到房间内 一股热浪扑来的时候 他惊讶地看了杨开眼 本能地以为杨开正在炼丹 但空气中并没有什么丹香 或者药香 不免让他有些奇怪 没去在意这些 大渊轻声问道 我可以进来吗 杨开点点头 让出身子 等大渊走近之后 这才关好房门 来到房间那一个石墩上坐下 主动开口道 是不是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嗯 大渊轻咬了下红唇 微微汗手 那我们这就开始吧 杨开微微一笑 不过在此之前 大渊姑娘是不是该告诉我 到底要我帮什么忙 又要我具体如何做了 我这次来 正是要告诉你这些的 大渊瞥了他一眼 眼眸竟然泛起了些水盈盈的色彩 而脸颊上 还浮现出两抹不易察觉的飞红之色 这让杨开大为惊奇 不知道大渊要说的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居然会有这样的表现 大渊坐在那里 仿佛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 两只小手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沉默了好一会 才一咬牙 开口道 其实 我请杨师弟过来 是为我解毒的 解毒 杨开眉头一挑 一脸的意外之色 大渊姑娘中了毒 我还真没看出来 不知道大渊姑娘中的是什么毒 若是方便的话还请告知 说不定 我还真知道 我中的毒是没有解毒丹的 大渊文言苦笑摇头 哦 杨开顿时来了兴趣 大渊之前在龙学山请他来的时候 确实说过 要他帮的忙跟炼丹有关 现在既然是解毒 那确实如此 他并没有说谎 但大渊说他中的毒没有解毒丹可以化解 说明这种毒一定非同一般 自然让杨开有些关注 或许是身为炼丹师的缘故 凡是跟草药和丹药有关系的东西 杨开都想多多了解一些 我中的是千唤琉璃之毒 大渊语出惊人 神色严肃 看不出一丝看玩笑的神色 千唤琉璃之毒 杨开恶然 千唤琉璃不是贵宗的质宝吗 而且我听说 它是一种奇特的炼气材料 并不具备毒性啊 你怎么会中这种东西的毒 又是怎么沾染上的 杨开好奇万分 因为大渊说的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虽然对千唤琉璃不太了解 可也知道 这种炼气材料本身并无毒性的 千唤琉璃确实不具备毒性 大渊文言苦笑了一声 伸手捋了下耳边秀发 声音低沉道 可若是生吞服下呢 杨开脸色微变 直直地盯着戴渊 双眸眉紧了 杨师弟不必怀疑 我确实是生吞服下的千唤琉璃 而且已经服用了好多年了 自我进入圣境开始 就一直在服用 戴渊微微一笑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杨开呆立当场 这女人居然服用一种炼气材料 这不是自寻死路的做法吗 哪有人会去服用这种东西的 闲命长也不至于这么干啊 我服用它 自然是有原因的 但愿似乎知道杨开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修炼的功法 就叫千唤琉璃宫 这种功法 是我琉璃门开派祖师 根据琉璃山而创建出来的 几乎每一代琉璃门的弟子中 都有人要修炼这种功法 而这一代修炼这种功法的人 便是我 修炼这种功法 就必须得服用千唤琉璃 嘿嘿 这么奇怪的功法 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杨开皮笑若不笑地言语了一声 嗯 但对宗门来说 却是不可或缺的 而千唤风 也一直被作为修炼此功法的人居住之地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名字 上一位住在这里的人 也是修炼这种功法的 杨开亚然 不错 而且我自小便在他身边长大 功法也是他传授给我 他应该算是我的真正的师父 他的结局呢 杨开嘴角边浮现出一抹冷笑 应该不会太好吧 似乎是因为杨开的问话 而让大渊回想起什么 他的脸色立刻黯然许多 杨开见此 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正想着该如何安慰的时候 大渊却展颜一笑 那是他的宿命 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就不该去埋怨什么 不过 修炼了这种功法 在略有小成之前 与人动手都无法动用功法的威力 否则毒性会渐渐加深 最终无法驱除 而且进阶之路危险重重 这也是上一位 以自身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 我想冲击反须境 就必须要借助杨师弟的力量 先化解了 常年累月积攒 在我体内的流离之独裁 有可能成功 否则的话 我必死无疑 杨开微微汗手 有些明白他不远 千万里跑到龙学山 那般恳求自己 出手帮忙的缘故了 不过大渊说 在功法小成之前 与人动手 都无法动用功法的威力 倒让他有些在意 看样子上次见大渊出手 并非他全部的实力 恍惚间 杨开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面露金色地望着大渊 你修炼这个 千换琉璃弓 该不会跟采集千换琉璃有关吧 这般危险的功法 琉璃门 却每一带都需要有人来修炼 除了因为一些 特别重要的缘故 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而对琉璃门 整个宗门来说 重要的是 杨开暂时 只能联想到 采集千换琉璃 哪知道听杨开这么问起 大渊脸色一变 连忙摆手道 杨师弟 这话不能说啊 呃 说对了 杨开表情奇怪 大渊苦笑连连 也没再否认 点点头道 不错 我修炼千换琉璃公正 是因为 要去采集千换琉璃 不瞒杨师弟 自从上一位 居住在此地的前辈 陨落之后 宗门就在无人可以采集 千换琉璃了 而我也只有到 反虚境的时候 才能去采集 这是宗门最大的机密之一 你在我面前 说说就算了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定会有麻烦上身的 我晓得 杨开连忙点头 自己的无意之言拘 燃点破了人家的宗门机密 想起来杨开 也是一身冷汗 不过 既然戴云 对琉璃门如此重要 那他为何在这里 还备受冷落 不是应该被提供 最好的修炼资源 最优良的修炼环境 最出色的前辈指导吗 看样子 其中肯定还有一些 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秘心 杨开暗暗猜想着 上一位居住在此地的前辈 也是天纵之才 他总结了许多位 修炼千换琉璃 供前辈们的遭遇和表现 最终想起了一个 很稳妥的化解琉璃毒的办法 一旦成功 我以后 都不会再惧怕琉璃之毒了 我成其阴晦 对他感激不尽 可惜他 想出这种办法的时候 已经独深入体 自己却无法化解了 戴渊神色黯然地解释道 这个化解之法 有用到我的地方 杨开问道 不错 必须要有一位虚极 炼丹师在一旁辅助 而且这位炼丹师 还必须得记忆精湛 对各种药效 融合控制到巅峰才成 我看杨师弟 之前炼制的丹药 无疑不是精品中的精品 有几颗 甚至还差点生出了丹纹 想来这个要求 对你来说 是绝对没问题的 血之菇 虽然得了戴渊的称赞 但杨开 还是有些不解 要说 被药效的融合控制 自己 虽然做得很不错 但要王谷的那五位虚极 炼丹师想来 也不差 人家的年纪 毕竟摆在那 可戴渊 却偏偏去找自己帮忙 而不是去求药丹门的那几人 肯定还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原因 他并没有急着询问 因为他知道戴渊等 会肯定会告诉他的 见杨开专心 聆听的模样 带渊鸣嘴一笑 继续道 如果只是寻找 这样一位炼丹师 那倒也不难 难的是 聚集驱毒之法 需要的材料 哦 不知道要聚集什么材料 杨开追问起来 材料有很多 但是经过上一位 居住在此地的前辈 常年搜集 倒也凑集了九成 就是其中 最难寻觅的阴池 那位前辈 也已经找到了 而且耗费了巨大的精力 将其从发现之地 搬回了千唤峰 我之所以 要杨师弟 跟我跑一趟 正是因为这个阴池 无法带走的缘故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让你这般劳苦 杨开微微汗手 总算明白戴渊 为何坚持要自己 跟他来一趟琉璃门了 不过阴池这种东西 却是稀少无比的 从来都只是阴气汇聚 鬼气阴森之地 才有几率诞生出来 虽然对大多数武者来说 并没有用处 但对于修炼了阴邪功法的人来说 阴池却是他们 最喜爱的宝地了 因为阴池内的 精纯阴气 足以让任何修炼 此种功法的武者 迅速提升实力 阳开也只是听闻 却从来没机会 亲眼见到 因为千幻琉璃 不被五行所克 所以想要 驱除琉璃之毒 必须得有阴池 这样的东西 在凝练无数药材的药效 融入阴池池水之中 以阴池之水为影 灌入我的身体 便有机会 拔除琉璃之毒 但愿轻声解释着 阳开一边听 一边汗手 以他的炼丹术水准 和掌握的知识来看 虽然不太了解 内部的缘由 但这种方法 应该是没错的 想了想开口问道 既然那位前辈 连殷池这种东西 都找到了 而且还扳回了千幻风 可为何最后 他却没有解读呢 他还缺最后一样东西 带渊文言苦笑 他缺少的是血之菇 血之菇 阳开精神一阵 那种能炼制血之丹 足以让人起死回生的 血之菇 他脸上一片震惊之色 似乎听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东西 不错 正是能炼制血之丹的血之菇 带渊轻轻汗手 伸手一番 手心上便忽然出现了 一个精致的木盒 他在将木盒打开 一块婴儿拳头大小 像是灵芝 又像是蘑菇的东西 赫然出现在阳开面前 这东西不但长得奇怪 而且通体赤红 细望下去 仿佛还有鲜血 在其中流动的样子 不过却散发着一种 辛辣刺鼻的味道 阳开神色凝重的结果 伸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又仔细地查探一会 点头道 不错 正是血之菇 药林已经有最少三千年了 而且 好像才摘下来没多久的样子 这是从流言沙地里得到的 果然瞒不过杨师弟 带渊微微一笑 也脱了杨师弟的福 这一颗血之菇 正是我在流言沙地 第四层里的收获 阳开神色一动 暗想他的运气 还真不是盖的 第四层里 天才地宝数量极其稀少 他穿过一个来回 也不过收获了几串紫玉穷果罢了 却不想 带渊却能找到血之菇这种东西 而且 偏偏这东西 正是他急切需要的 看样子 当时自己离开之后 带渊为了寻找血之菇 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而他之所以 要跟自己深入到第四层 恐怕也是 打着寻找血之菇的主意 总算他能如愿以偿 你要用这血之菇做什么 杨开将盒子重新盖好 再地还给他 开口问道 带渊默然 手拿着木盒 轻轻磨蹭了几下 才轻叹一声道 不瞒杨师弟 这种驱毒的方法 虽然是上一位 居住在此地的前辈 所创所留 但他也没有 实诚的把握能够成功 因为千患流离之毒 已经深入到 我的身体各处了 所以要驱除的话 势必会大损元气 就此消亡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一颗血之菇 却是挽留 那一线生机所用的保障 杨开眉头一皱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它炼制成血之丹 不是更好吗 血之丹 带渊苦笑一声 杨师弟既然是炼丹师 不是不清楚 血之丹的品质 那是须及上品丹药 岂是幽暗心上 这些炼丹师 能够炼制出来的 如果是在杨师弟 出身的外面世界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可惜 或者说 杨师弟 你是须及上品炼丹师 不是 杨开摇了摇头 他现在算是须及下品炼丹师 但是如果真的用心炼制 不怕坏掉药材的话 倒是有一些几率 能够炼制出须及中品丹的 而须及上品丹 则是不可能炼制出来 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 不妨等上一些日子 说不一定以后 还有更稳妥的办法 或者找到人炼制血之丹 他没敢说让自己炼制 尽管杨开觉得自己 晋升到须及上品炼丹师 应该也用不了多少年 但这个时候 他还是没打什么包票的 等不了的 但愿苦笑摇头 若是可以等的话 我也不会这般着急的 去请杨师弟了 千换流离宫修炼之后 根据身体吸收 千换流离的情况 境界修为 半年之后 无论我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必须得冲击反虚境 而如果成功 我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失败 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 根本无法压制住流离之毒 到时候 还是死路一条 虽然直接服用血之沽 药效会大打折扣 暴敛了此天物 但眼下也只能这么做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杨开皱眉不已 没有 但愿温和一笑 多谢杨师弟关怀 不过既然决定这么做 我自己也早就做好心理准备 无论这次驱毒是否成功 琉璃宫的诸位长辈 都要幸运得多 所以 戴冤不会埋怨什么 杨开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再劝阻 而是点头道 既然你都决定好了 那就这样吧 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必定会全力以赴的 戴冤文言 大喜过望 感激道 那就多谢杨师弟了 下面我来告知你 如何帮我驱毒 你仔细听好 到时候一旦开始了 我可能没有过多的精力 去叮嘱你 嗯 当下 戴冤便将驱毒之法 和种种细节 委委到来 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加以完善 所以 在杨开听起来 倒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而对那位琉璃门的前辈 大为佩服 不过 在讲解这些细节和方法的时候 戴冤的脸色飞红 眼眸里水波流转 声音低微 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 纵然他样貌不佳 但那眼眸里 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羞涩风情 却是让他的魅力增添几分 杨开总算明白 为什么戴冤之前 不愿意告诉他详细的情况的原因 原来这解除之法 居然需要一些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才行 这也难怪 戴冤会在讲解的时候 脸色红润 任哪个女子面对一个男人 要告诉他 什么时候该在自己身体什么部位 凝聚要效 也会如他这般表情 毕竟真的这样做了 难免会发生些尴尬事 而杨开虽然没见过琉璃门的那位小大师 但也可以肯定 对方应该是个老头子 否则戴冤也不会说 有不方便的地方 要单门的五位大师 其中四位 同样是老头子 只有一个是老玉 相比较去面对这些老头子 戴冤肯定宁愿选择杨开 好歹杨开也算是 英伟不凡的青年俊艳 戴冤心里的排斥感要弱一些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他更愿意选择要单门那个老玉 毕竟大家都是女性 就没这么多机会了 可他却付不出那么大的代价 杨开暗暗思量着 将戴冤心里的犹豫 和顾忌猜想得七七八八 而且 他本身是个炼丹师 大概也是为了不久后的驱毒而准备的 只可惜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炼丹一道上成长起来 如今只是个圣王级炼丹师 根本不堪大用 戴冤讲解的羞涩 杨开却一脸淡漠 没有表现出任何多余的神色 只是专注聆听 不肯错过一丝一毫 见杨开这般表现 戴冤也逐渐放开了许多 有句话叫一不必闲 他现在和杨开的关系 倒有些类似于医者和病人 这么一想 戴冤的表情也逐渐正常起来 一番彻夜讲解 在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候 杨开还会主动开口询问 而戴冤也知道事关重大 自然是详细地讲解给他听 一夜之后 戴冤这才讲解完毕 杨开也将解读之法牢记于心 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杨师弟 都记下了吗 戴冤望着他询问 虽然彻夜没有休息 但他却不见丝毫困倦 反而还神采异议 似乎是因为 到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头 而有些心情亢奋 殷迟 记下了 杨开微微汗手 若有所思地看了戴冤一眼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你现在心绪不是太稳定 这样吧 你再休息两日 两日之后 我们便开始如何 虽然戴冤迫不及待想立刻开始 但既然杨开这么说了 他也不便反对 当下点头称是 又与杨开商议了一些小细节 便告辞离去了 等到戴冤离开之后 杨开才坐在房间的石床上 摸着下巴沉思了一阵 片刻后 大手一挥 床上立刻出现了许多药材 旋即他又取出了自己的炼丹炉 迸发出神石之火 将那一株株不同的药材包裹而起 凝练着内部蕴藏的药液 两日时间一化过 当杨开从打坐中睁开双眸的时候 神殿往外一扫 便发现了 戴冤正站在外面 经过两日的恢复和调整 此刻他的心情和情绪 进阶平复 神色无喜无悲 站在门外也没有催促之意 只是静候杨开主动出来 杨开微微一笑 觉得他的状态调整得不错 连忙起身走下石床 打开房门 戴冤听到动静 抬起眼帘 见到杨开之后 冲他淡淡一笑 走吧 杨开示意了下 戴冤点点头 当即领路而去 再次回到之前路过的那个巨大石室 戴冤领着杨开 从另一侧的涌道走入 这个涌道似乎直通地下深处 盘旋而入 人工开凿出来一些阶梯 所以也不显陡峭 涌到两旁 同样点缀了一些照明用的其实 让光线柔和散发 随着戴冤往下走去 杨开不言不语 不过神念却一直在往下面蔓延着 走到半途 杨开忽然感觉到 迎面一股寒意袭来 这种寒意并非是单纯的寒冷 而是一种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阴寒 严格来说 这是一股阴气 只有阴气汇聚之地 才有这样的阴寒 看样子 那所谓的阴池就隐藏在下面了 阳开心头恍然 这种阴寒对阳开根本造不成什么困扰 甚至无需运转圣员 单凭肉身就可以轻松抵挡 而戴冤也同样如此 想必戴冤为了驱毒做准备 早已下来查探了无数次 他自然也不会受什么影响的 越往下去 那种阴寒的感觉就越是强烈 戴到半途香后 戴冤终于不得不运转圣员护体 体表上泛起一层淡淡的荧光 将阴寒抵挡在外 又往下走了许久 眼前才豁然开朗 下方同样有一个巨大的石室 但在这石室中却是空无一物 而肉眼望去 这间石室内 却遍布着浓郁到凝结的阴寒气息 一缕一缕 一道一道 充斥在石室的每一个角落 石室的四周石壁上 也结满了雪白的寒霜 这里的温度 已经低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石室的正中央处 有一个占地面积不足三丈 如水潭般的小池子 那一缕缕阴寒之气 正是从这个小池子中溢散出来的 杨开脸色微微一变 戴冤姑娘 这个阴池是千年阴池 还是万年阴池 戴冤似乎知道杨开想问什么 文言一笑道 据那位前辈所说 这个阴池行程 最起码也有五六千年的时间了 杨开皱了皱眉头 如此长的时间 这个阴池中的阴寒之水 可不是你能承受的 你确定还要继续 阴池也分年限 阳开之前没听戴冤说起 关于阴池的事 本以为浸泡进去凶险不大 所以并没有多加询问 可没想到 这个阴池居然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 这样的阴池 戴冤恐怕一泡进去 立刻就会被冻成冰雕 戴冤微微一笑 火属性和阳属性的 要才中和那阴汗之力 再加上我本身也是炼丹师 修炼了一套火属性的功法 所以只要小心一些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更何况 现在不继续的话 我就只能等死 换作是阳师弟 处于如今局面 会做出什么选择 阳开莫然 知道戴冤也是逼不得已 有自己的苦衷 当下不再劝说 阳师弟放心 我已经在自己打坐的房间里 留下了信函 若是这一次 真出了什么意外 而我就此陨落的话 你可以拿着那信函 交给我师尊 信函上说明了一切 他看了之后 不会为难你的 我师尊是居住在 万人峰上的 公傲福工长老 届时你若离去 找他便可 他依附在交代后世的模样 让阳开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不过还是点头道 我知道了 戴冤微笑汗手 招手道 请随我来吧 片刻后 两人便来到了阴池旁 阳开放眼望去 发现这池水不深 只有三池左右 但清澈见底 不染丝毫杂质 水波不动 宛若一潭死水 但就是这么一潭死水 若是让修炼了 阴邪功法的武者看到 势必会欣喜若狂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将这阴池弄到手 因为这阴池 对他们的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 不至于一些 顶尖的天才地宝 珍惜良药 此刻 阴池四周 有一些阵法的痕迹遗留 应该是以前那位 琉璃们的前辈 将阴池搬运回这里 再用阵法 束缚阴池之效 所布置下来的 阴渊指着旁边 一个地方道 等会阳师弟 就坐在这里好了 我会配合你来行动的 好 阳开点点头 身形一晃 便来到了那个位置 盘膝坐了下来 也没什么要准备了吧 阴渊似乎自言自语了一声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 那散发阴气的阴池 忽然又玩耳一笑 阳师弟 不管怎样 这一次阴渊都要感谢你 你是我最近二十多年来 唯一一个肯帮我的人 也是我最近二十年 认识的唯一一个朋友 这般说着 冲阳开盈盈行了一礼 神色严肃 二十多年 阳开心中一动 看样子 阴渊在琉璃门的变化 并非如五一之前 打探到的那样 只是十几年前转变的 而是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而魏谷昌和董轩两人 应该是他在此之前认识的朋友 不算在此恋 阳开淡淡白手 阴渊姑娘严重了 这些是对我来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对了 这瓶药液你拿着 一边说 阳开一边将一个玉瓶抛了过去 这是 戴渊接过玉瓶 神色狐疑地望着阳开 我自己配置出来的药液 虽然血之丹我没法炼制 但是 若能与血之菇一起服用这瓶药液的话 可以多激发一两成血之菇的药效 对你应该会有些作用 以我现在的炼丹水准 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阳开略有些惋惜地说道 血之菇难得 血之丹更难炼制 可是血之丹的价值 绝对不在虚王级丹药之下 甚至游在其上 因为血之丹可是能起死回生的疗伤圣丹 这对常年冒险的武者们来说 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丹药了 可惜他现在没办法炼制 只能用这种方法 不让血之菇的药效太过浪费 之前的两日 他就是在配置药液 戴渊听了 一脸惊喜之色 紧紧地握住玉瓶 甚至都没有打开查探 心喜到 牢阳失地费心了 戴渊一定不负所望 他觉得 把阳开找来 还真的找对了 因为就算他去请洞宗门的肖大师 又或者是请药丹门的前辈们来 也不一定能拿出 这瓶激发血之菇 一两成药效的药液来 有了这瓶药液 他成功的几率 最少能提升一成以上 他怎能不欣喜 下面 就有劳阳失地了 戴渊将那瓶药液收吼 神色凝重地冲阳开 说了一句 不等阳开回应 身形忽然一阵旋转 在旋转之中 他身上的衣衫 四面八方地飞射出去 眨眼的功夫 便只剩下贴身的泄衣了 他似乎也为了此刻做过准备 所以穿戴的泄衣都是黑色的 尽管将他一身玲珑的身材勾勒 但暂时不会让自身春光外泄 绕世如此 他的脸上也飞上一抹红霞 不肯再停留片刻 身形在一晃 直接跳进了阴池之中 没有丝毫水花见舌而出 进入阴池的瞬间 戴渊便一声身影 脸上浮现出极其痛楚的神色 而那阴池之水 被义无刺激之后 却翻滚了起来 如主废了一般 一片白雾诞生 如有灵性般 朝戴渊蔓延过去 咔嚓嚓 一声脆响传来 戴渊的郊区上 立刻出现一层薄冰 但戴渊只是略移运转功法 体内灼热之气击出 便驱散了那薄冰 可白雾却不依不饶 更多更凶猛地朝他身上蔓延 戴渊终于忍不住 一声惨叫出口 身上骤然爆发出迷离的霞光 而且四周仿佛有无形的枷锁 突然加深 让他浑身沉重 琉璃神光 阳开面露金色 毫不避讳地 紧盯着戴渊的身躯 一瞬不移 虽然他早就听阳言说过 千幻琉璃山散发出来的琉璃神光 具有树身居魂的功效 却不想这东西 居然如此诡异 简直有些防不胜防 驱毒 而戴渊所说 千幻琉璃不被五行所克 看样子还真有此事 那从他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光芒 居然直接就洞穿了自己的石海防御 夹住在自己的神石上 自己的神石之火 居然都隐隐有被压制的迹象 好在戴渊并非是刻意针对阳开 而阳开自身也不比一般人 只是略移震惊之后 立刻就抵挡住了下琉璃神光的袭扰 神石之火轰然迸发 朝戴渊笼罩过去 此刻 戴渊似乎因为剧烈的痛楚 而神色扭曲 让本就样貌欠缺的他 看起来更加不堪入目了 可让阳开感到奇怪的是 他似乎不但是样貌欠缺 整个人的身体也如脸面一样 都布满了坑坑点点的痕迹 并非如一般女子的动体 那么迷人勾魂 之前他穿着黑色蟹衣 阳开还看不出来什么 但一等到他进入阴池中 蟹衣被池水一泡 紧紧地贴在身上 阳开又用神石笼罩住了戴渊之后 立刻便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整个人 似乎除了裸露在外的两只手白皙无瑕之外 其他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如他的脸蛋一样 坑坑点点 让人不忍直视 看样子 修炼那什么千换琉璃宫的危害 不是一般的打 阳开立刻明白他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绝对跟千换琉璃宫有关 阳师弟就在阳开略微失神的时候 戴渊咬紧牙关 颤抖地呼唤一声 阳开闻言汉手 迪鹤道 开始吧 下一刻 戴渊便不假思索地 敞开了自身胸口处的一处穴位 疯狂地牵引鹰池之水入体 那阴寒刺骨的水叶 进入他的郊区后 戴渊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 但他依然死死地咬紧牙关 嘴唇发青 眉眸紧盯着阳开 阳开一言不发 神石之火 同样冲进那处穴位中 一瞬间便在戴渊的体内 刻下了好几套炼丹用的灵阵 神石之火 戴渊的双眸中 绽放出一丝惊异之色 他根本没想到 阳开居然会拥有神石之火 毕竟按照他原来的计划 阳开此刻是需要用手 按在他的胸口处 阳开的手法 来驱逐体内的流离之毒 在之前商讨各种细节的时候 阳开也没透露过 他拥有神石之火的事情 但是此刻见了 戴渊却不禁反喜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阳开就没必要和他的身体 有什么亲密接触了 这让他在震惊的同时 又大为心安 毕竟再怎么说 也是个未经人士的女子 被别的男人用手摸着身体 还是会有些吃不消的 就在他心思急转的时候 以他敞开的那一处穴位为中心 三寸方圆的血肉内 阴池之水急速旋转起来 而在阳开神石之火的控制下 那阴池水中早先被戴渊 融入的各种药材药效 完美地被融合到了一起 难受的感觉从胸口处蔓延 让戴渊呼吸沉重 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在了那里 一身力量都无法运转开来 但随着阳开一套套灵阵刻画出来 在灵阵的作用下 那池水中各种药效冲突融合之后 一缕散发着古怪光芒的气息 从戴渊的胸口处被逼了出来 融进阴池中 但这屡仿佛细丝一般的东西 却并未就此消散 而是如鱼儿在池水中游动 不受丝毫阻碍 很快 又有一缕同样的东西被逼出 而随着时间的流失 越来越多的细丝从戴渊体内涌出 让整个阴池都布满了这种 散发古怪光芒的东西 足足半个时辰后 戴渊忽然感觉胸口处的气闷感 一下子消失了 祖赐的圣元也同时运转起来 原本有些难以抵挡的阴寒 再也不对它构成什么威胁 戴渊大喜过望 顾不得其他连忙放出神念 检查自身 在以那处之前敞开穴位为中心的血肉内部 再也没有什么流离之毒了 而且表面的肌肤 也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 白里透红 血白细腻 不复之前那种 坑坑点点满部的难看模样 但因为 在阴池之水的浸泡下 还是显得有些淤青 与身体的其他部位 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 戴渊的眼眸里 忽然荡起一层迷雾 心神震动之下 竟险些让更多的阴池之水 灌入体内 守住自己的心神 别去想其他的 等一切完事之后 你可以好好检查 阳开的陈鹤 忽然想在耳边 将他从惊喜中惊醒 抬头看了一眼面前 正盘息而坐 催动神石之火 灌入自己体内 融合要效的阳开 戴渊发现他神色平静 并没有流露出 任何让自己难堪的表情 当下点了点头 又敞开自己的 另外一处穴位 引动阴池之水入体 阳开立刻再配合起来 没有丝毫迟疑 在他的神识笼罩下 虽然他能看清 戴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等于是 将他脱光光地 站在自己面前 但此刻关系到 人家的性命 阳开根本不会去 考虑的其他的事情 神色一丝不苟 全力地催发 阴池中的药效 这个阴池里 早就被戴渊 投进了大量的药材 所以要化解 流离之毒并不难 难的是 控制药效的融合 和戴渊自身的承受能力 前者还好 戴渊毕竟本身 也是个炼丹师 阳开在一旁 动用神石之火的时候 他只需要稍微配合一下 便能将药效激发出来 但是后者 却不是阳开能够帮忙的了 完全得看 戴渊自身的意志 流离之毒 已经深入到他身体的深处 每一次驱除 驱除的不但有毒素 还有他自身的一些生命本源 一次两次的 还不会出现问题 可一旦次数多了 他可能就过不了这一关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每驱除一次 都最少要耗费一炷香的时间 而半日之后 驱毒之事 进行还不到五分之一 但戴渊此刻 却已经是摇摇欲坠 脸色苍白如纸了 好在戴渊也准备得很充分 到了这时 从自己的空间界中 取出了一些丹药 一股脑地丢进口中 这才让脸上恢复少许血色 见此 阳开也稍缓了手上的动作 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 来炼花药效 但是阳开和戴渊两人 也不敢浪费太多的时间 毕竟一直浸泡在阴池中 对戴渊的消耗也巨大无比 所以 只是略一休息之后 两人便再次重复之前的事情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戴渊体内的流离之毒 一点点地被拔除 但是阳开的脸色 却越来越严肃了 他看不出来 戴渊到底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因为到了现在 戴渊已经在开始透支 自己的生命本源 来勉强维持身体机能 配合他驱毒了 可这么做 也不是长久之道 一旦坚持不下来 他必死无疑 就算能坚持得下来 戴渊事后也要静养许久才行 可是已至此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无论是阳开还是戴渊 都必须得坚持将这件事做完 似乎是感受到了阳开的目光 正在苦苦支撑的戴渊 忽然睁开了眼眸 抢几出一丝 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来 我可以的 阳师弟不用顾忌 尽管放手失伪 阳开神色默然 感受到他的决心之后 微微汗手 也没多说什么 神石之火再一次轰然迸发 和其中的药效 为他洗涤身躯 戴渊再次惨叫起来 听起来极其凄凉 仿佛正在遭受什么 毫无人道的折磨 又是一天过去了 戴渊的大半身体 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在阳开的神殿探查下 他确实有着一般女子 所没有的资本 肌肤白嫩 七双赛雪 吹痰可破 身材凹凸有致 饱满异常 甚至连他的脸蛋 也再没有以前那种难看的模样了 此刻的他 除了脸色白青之外 哪还有以前的痕迹 分明就是一张 冻绝人寰的绝色容颜 足以让任何男人 都为之怦然心动 再配合此刻 饱受折磨摧残后的模样 显得特别柔弱娇媚 杨开对此早有预料 所以并不显意外 只是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某一刻 杨开悠地收回了 自己的神石之火 忽然生如炸雷般的低喝道 还不赶紧吞服血之沽 戴渊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识了 一双美眸黯然无光 双目无神的样子 此前也只知道 机械般地配合杨开的动作 心中仅存的一丝执念 支撑着他没有放弃 被杨开的喝声一声 狮神的双眸 立刻恢复了一丝清明 连忙从自己的空间界中 取出那个装着血之沽的幕盒 打开来后 一口将那血之沽吞下 下一刻 又取出杨开之前给他的玉瓶 将瓶中药液 尽数到进口中 这种良药入腹 代渊总算缓过一些 苍白的脸色 迅速升起一抹不正常的红韵 一身的血液迅速流转 血之沽中蕴藏的庞大生机 从他身体各处散发出来 弥补着他丢失的生命本源 杨开不等他彻底 炼化血之沽的药效 再一次将神石之火笼罩了过去 是成是败 就看着最后的关头了 如果代渊意志力够强 应该有三成的把握能够撑过去 如果不行 那也是他气数当尽 怨不得旁人 代渊比谁都明白这一点 当下全力配合起来 刹那间 整个阴池之水都汹涌流动 疯狂地朝他体内灌入 层层白雾将他笼罩 一缕缕泛着古怪光芒的细丝 从代渊体内被逼出 琉璃珠 千唤峰地下千丈处 那三丈方圆的英尺旁 阳开盘膝而坐 眉头微皱 目露沉硬之色 把玩着手上一颗 看起来灰扑扑毫不起眼的珠子 为代渊驱毒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代渊也服心高照 总算是撑过了最后一刻 成功地将自身的琉璃之毒 全部从体内清除 在彻底昏迷前的那一刻 他忽然张口吐出了这么一颗珠子 只来得及告诉阳开 这使琉璃珠便倒头晕了下去 阳开将他从英尺里弄出来 运转圣缘 蒸干他身上的阴寒之气 又脱下衣服盖在他身上 便一直守在旁边 如果可以的话 阳开倒是想将他弄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但是人家现在只穿了贴身的解衣 抱起来实在有些不方便 手上的珠子并没有奇特的地方 即便是丢出去 恐怕也没人会对他感兴趣 但是当阳开用心去观察这颗珠子的时候 却骇然地发现 这灰扑扑毫不起眼的珠子 内部竟散发出万千霞光 那霞光根本跟琉璃神光一模一样 都具备了树身居魂的功效 能轻易洞穿他的石海防御 撼动他的神魂 阳开立刻知道 这么一颗珠子 恐怕也是极有价值的宝贝 阳开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千幻琉璃 但隐约也知道 这颗珠子的形成 应该跟戴渊服下的千幻琉璃 和本身修炼的千幻琉璃弓 有些关系 不过 在他检查了无数遍之后 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珠子 有些类似于丹丸的存在 又有些像是炼器材料 介于两者之间 实在不好判断 把玩中 阳开神色一动 将琉璃珠握在手心处 朝一旁躺在地上的戴渊望去 那边 戴渊长长的睫毛 在轻轻抖动着 石根鲜鲜玉脂 似乎也有了些微小的动作 显然是即将苏醒的征兆 望着他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面孔 阳开不仅有些感慨 在琉璃之毒没去除之前 戴渊的模样 让人不忍直视 但是现在 他却成了一个国色天香的存在 比起那影速蝶 都要烧胜一筹 阳开不知道 如果他最开始就是这副样子 进入阴池之水中 自己是不是还能做到心如止水 仔细想了想 估计多少也会有些心愿一马吧 毕竟自己再怎么说 也是个男人 没有哪个男人 在面对这样一个容资 而且差不多脱光光的女人的时候 会无动于衷 等了一会儿 戴渊果然睁开了眼帘 稍微动了下身子 发现自身虚弱无比 不禁身影一声 醒了就略调息一下 你现在的状态 有些不容乐观 阳开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 戴渊闻言 一滴眼帘 立刻便看到 坐在他身边不远处 正笑盈盈地望着他的阳开 神色微微一动 想要张口说些什么 却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 戴发现阳开身上的长衫 并没有穿戴在身 感激 旋即再次闭上双眸 默默运转着自身的功法 两个时辰后 戴渊才看看坐起 穿戴整齐之后 从自己的空间戒里 取出许多事先准备好的恢复良药 塞进口中服下 继续打坐调息 又是一日之后 戴渊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再睁眼 那眉眸中一片神采意义 似乎修为都有些长进的样子 他的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 却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要静心修养 总有恢复的时候 我只怕早已陨落 杨师弟大恩 戴渊铭记在心 此生不忘 杨开也站了起来 闻言笑着白白手 戴然道 能闯过这道鬼门关 是你自己的努力 没有多少事 戴渊缓缓摇头 杨师弟高看戴渊了 我自己知道 如果这一次请的不是杨师弟 而是萧大师 又或者是要单门的前辈之一 我现在肯定无法站在这里 别的不说 你给我服用的那一瓶药液 花费了不少贵重的药材吧 若没有那瓶药液 我根本撑不过最后几个时辰 他清楚地感受到 当自己服用下血之菇 和那瓶药液之后 自身亏损的生命本源 居然一下子恢复了好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在缓慢地增加当中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坚持到最后 否则早就在中途相消欲养了 直接服用血之菇 没有这么大的效果 若是一枚血之丹 还有可能让自身产生那样的变化 但没经过炼制的血之菇是吧 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 唯一的根源 便在那瓶不知名的药液中 尽管不知道那瓶药液 花费了杨开多少心思 但那显然不是一般的东西 杨开不提 那是人家大方 戴渊怎能不记挂在心 见他这么说 杨开也没有否认的意思 同样没有承认 戴渊不知道的是 那一瓶药液 虽然花了他不少珍贵的药材 但最主要的是 还是在其中滴了一滴精血的缘故 杨开的精血 蕴藏了极其强大的生机和气血之力 最适合那个时候 给戴渊补充生命本源了 不管怎么说 戴渊姑娘总算是成功了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杨开打个哈哈 插开了话题 戴渊也绽放出迷人的笑容 扭过头去 凝视着一旁平静的阴池之水中 倒影出来的那张绝世荣颜 美眸上浮现出一层水银银的色彩 杨开在一旁察言观色 实相地没有出声打扰他 让他享受 对自身荣颜 失而复得的喜悦和激动 好一会 戴渊忽然伸手一扶 一股静风从衣袖中扫出 吹皱了阴池的清澈池水 那一张足以让任何男人 都为之怦然心动的容颜 一下子变得破碎开来 旋即 戴渊体内圣源运转 在杨开目瞪口袋的注视下 那美丽的样貌 再一次恢复成杨开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 丑陋不堪 皮肤枯燥 表面坑坑点点 让人不忍直视 杨开眉头一皱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 戴渊同样如此 否则他在流言杀地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那个战天蒙弟子的挑衅 而丧失冷静了 更不会在刚才流露出那般怀恋的神色 不过他既然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杨开倒是没有多问什么 可让杨开好奇的是 他的神念扫过去 根本没在他的脸上发现丝毫破绽 戴渊的容颜似乎真的恢复成之前的难看模样了 这让他大为惊奇 毕竟他可是亲眼见到戴渊的本色的 杨开不问 戴渊却主动解释了起来 让杨师弟见笑了 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将此事透露出去的好时机 所以只能先迷惑下外人了 等我进接了反续静 再与师尊禀名 一切不迟 姑娘考虑周祥 应当如此 杨开复合地点点头 旋即画风一转 开口问道 敢问戴渊姑娘 这个珠子有何妙用 他一边说 一边将那琉璃珠取了出来 戴渊望着这颗琉璃珠 微微一笑道 是了 之前只顾着将此珠吐出 却没时间告诉杨师弟具体用法 是戴渊马虎了 嗯 这么说吧 这个珠子对我来说 有些类似于妖兽的内丹 内丹 杨开闻言恶然 不错 因为千幻琉璃弓 正是根据妖兽的修行之法 创建出来的 杨师弟应该知道 有些妖兽天生 就能吞噬各种矿物 提炼矿物精华 储存的内丹之中 而我修炼了千幻琉璃弓 服用千幻琉璃之后 体内便生出了这个东西 杨开大感惊奇 连忙问道 如果是这样话 但你现在失去了它 对自身没有影响吗 影响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大 它只是类似内丹的存在 却并非如内丹 对妖兽那般重要 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千幻琉璃 我以后还可以修炼出 这种东西的 闻言 杨开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也暗暗感慨 创建出千幻琉璃弓的人 当真是天纵之才 居然能让舞者的体内 结出类似于 妖兽内丹的存在 怪不得自己查探的时候 它有些像丹丸 又有些像是炼器材料了 原来还有这层缘故 戴渊笑盈盈地望着杨开 吐气如蓝道 这颗琉璃珠 对我来说虽然重要 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但对杨师弟来说 却有大用 哦 还请姑娘解惑 杨开神色一领 她之前查探许久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颗琉璃珠 本想着去问问杨炎 现在听戴渊这么说 似乎她知道方法 若是杨师弟 能将这颗琉璃珠 加以炼化的话 说不定可以从中 一种手段 而借助这颗琉璃珠的话 我估计以杨师弟的资质才能 能有八成的把握 将其炼化 琉璃神光 杨开神色一动 之前她在帮戴渊驱毒的时候 吃了琉璃神光一个小亏 对那万千霞光的威力 自然清除无比 可是除了修炼千幻琉璃弓之外 其他任何舞者 都别想领悟琉璃神光 如今借助这颗琉璃珠 居然也有可能做到 杨开不仅有些大喜过望 山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带渊送出来的这个礼物 不可谓不重 杨师弟尽管放心 这一颗琉璃珠 与我服用的千幻琉璃不同 没有毒性 只要杨师弟小心炼化 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这就当是带渊之前 答应杨师弟的报酬 带渊身无常物 这些年的积累 也都为了这次驱毒 而消耗一空 还望杨师弟不要推辞 他并没有告诉杨开 只是这一颗琉璃珠 便是他修炼千幻琉璃弓 二十多年的辛苦果实 虽然现在功法略有小成 还能再修炼出来 但没有几年时间的积累 是不可能做到的 杨开咧嘴一笑道 这份酬劳我很满意 带渊姑娘有心了 这般说着 便将那琉璃珠收了起来 看了看那阴气大师 几乎已经沦为 普通水池的阴池 杨开道 既然这边是了 那我们就上去吧 好 耽误了这么几天 想必杨炎姑娘也等急了 带渊微微一笑 引着杨开朝来路返回 似乎是因为容貌 和身体恢复原状的关系 他一举一动间 都暗藏了万种风情 与之前完全不同 让杨开暗暗撑奇 不多时 两人便返回了上层的房间中 各自分开之后 杨开便在房间里坐了下来 又取出那琉璃珠把玩了一会 杨开眼中金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好事 嘴角泛起一抹微笑来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推开来 杨炎裹着黑袍 出现在了房间中 事情办完了吗 杨炎开口问道 嗯 办完就该走了 杨炎似乎有些着急 他也不去问戴渊 到底把杨开请过来 要干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杨开眉头一皱 倒是没发生什么事 只是我觉得 此地不宜久留 小小已经在那边停留了七八天了 是时候该让他回来了 贪心不足的话 可能要出问题 杨开想了想 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当下点头道 好 过了今夜 我们便离开 虽然还在千唤风内 但杨开也能通过神念 查探到外面的情况 如今外面还是黑夜 这个时候自然不方便离去 只能等到天明再走了 商议妥当之后 杨岩也回到自己屋子里休息去了 一夜无话 待到第二日 杨开立刻向戴渊辞行 虽然戴渊非常热情地邀请杨开 再多留几日 并且也有意 要与他交流下恋丹心得 但杨开此刻正坐贼心虚着 哪有心思继续留下来 推诿一阵后 戴渊无奈答应 并且亲自将他和杨岩 送出太清山脉 路上 戴渊告诉杨开 等他恢复数月之后 就要开始冲击反须境网 一旦成功 他必定还会再去龙学山登门拜访 当面道谢 杨开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正当两人在说着话的时候 太清山脉内部 忽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 旋即 一道散发万千霞光的光柱 直冲天际 似乎要将天都捅出一个窟窿来 即便一行三人 远隔了数千里之地 也将这一道光柱 看得清清楚楚 琉璃山 戴渊秀美一宁 望着那霞光光柱 惊呼一声 那光柱传出之地 明显是千幻琉璃山所处的位置 看这情形 似乎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触动了不知在琉璃山周围的阵法 让阵法不稳 琉璃山的琉璃神光 自主爆发了出来 杨开脸色微微一变 和杨岩对视一眼 一下子就联想到许多东西 不过很快 杨开的表情就恢复了正常 开口道 是不是贵宗的琉璃山 出了什么问题 嗯 不知道是怎么了 好像禁止被触发了 杨师殿 本来我还想多送你一段 但是现在不成了 我修炼的是千幻琉璃弓 这个时候 我必须得赶过去 你与杨岩姑娘多多保重 既然贵宗出了这么大的事 戴渊姑娘确实应该去一趟 这里已经出了太清山脉 接下来的路 我与杨岩自己走就行了 杨开轻轻汗手 好 那改日等我去龙玄山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聊聊 戴渊歉意一笑 旋即郊区一晃 化为一道流光 朝原路返回 速度奇快 待她的身影消失之后 杨开才一拉杨岩 低河道 走 但杨开估计 肯定跟石魁干的好事脱不了关系 哪还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毕竟昨夜把石魁收回来的时候 发生了点意外 也幸亏今日就离开了 否则这种事发生出来 她与杨岩再想离开琉璃门 就千难万难了 有戴渊作保 她倒不担心会在琉璃门内 受到什么伤害 可万一露出点什么蛛丝马迹来 琉璃门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就算有戴渊说话 也不管用 与此同时 在杨开之前 看过的千幻琉璃山旁边 数十位反须两三层镜的强者 围绕在四周 浮空而立 其中单是反须三层镜巅峰的强者 便有十几人之多 这些人 个个都神光内敛 气势惊人 这些强者中有一半人 正在琉璃山四周穿梭来回 不断地打出一道道精纯圣源 往前方 一道不知名的禁止能量照中灌入 那能量照受了这么多圣源 忽大忽小 变换不已 隐隐传出一些压制之力 想要压制千幻琉璃山中 冲天起的琉璃神光 剩下的一半 也都圣源暗暗涌动 表情凝重地盯着千幻琉璃山 一副随时可能出手的模样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声音默然响起 旋即 一个身形消瘦 三缕长然 头发银白的老者 忽然出现在琉璃山外牵杖之处 众多反须境强者一见老者 纷纷抱拳 见过门主 这老者 赫然就是琉璃门的门主攻心河 攻心河只是一百手 事宜众人不必多理 这才将目光投向 不远处 急匆匆朝这边飞来的 一男一女两个 反须三层进舞者 那男的成中年之貌 气宇轩昂 虽然看不出具体的年纪 但眼角处流露出来的沧桑之意 却说明此人年纪不小 而那女子 也是个中年美妇 腰身极软 一副风韵犹存的模样 两人来到攻心河面前 琪琪湿了一礼 马长老 杜长老 你们二人这几年一直守在此地 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攻心河望着两人 一脸威严的询问 马姓男子和杜姓美夫互视一眼 由那马姓男子抱拳答道 启禀门主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夜不知道为什么 杜长老忽然觉得 琉璃山地下的某处静置 似乎有些松动的迹象 当即便前出钻山寿去查探 可让我二人没想到的是 那钻山寿去了那边 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竟一下子失去了踪迹 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 直到如今还没返回 而就在刚才 琉璃神光忽然爆发 我二人猜测 地下的某处静置 应该确实损坏了 否则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静置损坏 攻心河眉头一皱 沉声道 这已经有上百年没发生过了 每隔几年 我们都会重新稳固阵法和静置 怎么会损坏的 这 马姓男子一阵迟疑 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见他这般表现 攻心河自然知道也问不出什么 当即看着那美妇道 杜长老 钻山寿只有一只吗 那中年美妇苦笑一声 钻山寿倒不是只有一只 只是能承受琉璃神光 靠近琉璃山静置的 只有那么一只 其他的都不堪大用 毕竟这种东西 还是我们为了看守琉璃山 特意从万寿门买来的 万寿门那边 也没将培养和奴役妖兽的方法 全部告知 这么说来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查探 琉璃山底下的静置 到底如何了 攻心河立刻面露不悦之色 马姓男子和杜姓美妇 低垂着脑袋 一言不发 我们同样不知道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攻心河又逼问一句 两位琉璃门的长老 表情更尴尬了 见此情形 附近另外一个长老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 这静置损坏是不是人为 但如今最主要的 还是先压制住琉璃神光的爆发 要知道再这么下去的话 这里的阵法都可能会崩坏 到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失去这么一座宝山 而第二重要的 便是彻查整个琉璃门 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外人来到此地 如果真是人为的话 只有可能是这些外人动的手脚 不错 立刻有人附和起来 望着那说话的长老点点头道 查探外人的事情 就交由你去办吧 现在还留在琉璃门的外来者 暂时不要放他们离去 不过也不要为难他们 如果真是他们所为 那他们定是想打千换琉璃的主意 哼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是 那位长老领命 立刻退了下去 在不远处 听到动静赶来的引速蝶文言 嬉嬉一笑 竟追着那长老而去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禀告的样子 而在这边 另外一个少傅打扮 身段曼妙的女子忽然走了上来 冲宫心河道 门主暂且息怒 其实想要查探地下的静置 除了钻山寿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真的是你 见到这个少傅说话 宫心河的脸色稍稽 点头道 否 说说看 是什么办法 那少傅文言一笑 父亲莫不是忘记了 在我门下 还有一个修炼了千换琉璃宫的弟子 这少傅与宫心河赫然是妇女关系 而且 两人都是反须三层镜的强者 这种情况在幽暗星上并不稀奇 因为反须三层镜 便是此地武者能修炼到的极限 所以很多大宗门内 都有一些父子辈 师徒辈的武者 有同样的修为境界 而听宫心河对这个少傅的称呼 和少傅所说之话 他赫然就是戴冤跟杨开提过的 居住在万人峰上的公傲服 千换琉璃宫 宫心河一听到这几个字 眼眸深处竟流露出一丝忌惮之色 其他长老同样如此 似乎是回想起了什么 表情复杂 就是居住在千换峰上的那个小辈 宫心河眼中一色很快收敛 淡淡地问了一句 不错 宫傲服情手清汉 他人在何处 宫心河问道 似乎正在往这边赶来 应该也是看到这边发生的事了 宫傲服说话间 扭头朝一边望去 在那边一道青红正迅速朝这边迟来 众人等待片刻 那青红便飞到了镜前 微微一顿便露出一个曼妙的身影 不过当众人看清这人影的面孔之后 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些意思了 来人自然是急忙赶来的戴渊 似乎早就知道 此地会聚集这么多门中高层和长辈 所以戴渊一点也不显慌张 先是不卑不亢地冲宫心合行了一礼 口上道 千换峰弟子戴渊见过门主 宫心河轻轻汗手 没有多说什么 戴渊这才向宫傲服行礼 又冲众多长老和长辈们问了声号 宫傲服带眉微微皱着 神念在戴渊身上扫事 胡一道 元儿 你这几日做了什么 怎么气血有些亏损的样子 戴渊垂手回禀道 弟子在修炼上出了点岔子 不过并无大碍 劳世尊挂怀 口上虽然这般说 但戴渊的神情漠然 似乎只是例行公事般 机械无比 见此 宫心河皱了皱眉 倒也没在意他的态度 开口道 你世尊说 你有办法查探琉璃山下方的情况 是不是这样 查探琉璃山 嗯 我们怀疑地下的一处静止损坏了 只是不知道 是人为破坏的 还是自己损坏的 所以需要你来查看一番 有没有什么问题 宗门养我欲我 如今有用到我的地方 戴渊自然不会推辞 戴渊淡淡回道 听闻此言 公傲服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说什么 却又没说出口 只是道 既然如此 那你查探一下 将情况告知我们 弟子遵命 戴渊并没有迟疑 当即闭上了双眸 运转功法 很快 从他的郊区内 绽放出如琉璃山 爆发一模一样的琉璃神光 只不过这些琉璃神光 却不及琉璃山本身的千万分之一 而那琉璃神光 只是在戴渊身边一阵晃动 变化为一道光霞 直冲出去 转瞬间 没入琉璃山中 见此情形 不少从未见过 千幻琉璃宫的长老们 都流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因为千幻琉璃山 不被五行所克 而且还具有 树身居魂的功效 所以 即便他们的修为境界 远高于戴渊 也无法放出神念 更无法施展什么手段 来查探琉璃山下方的情况 可如今 只有圣王三层境的戴渊 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此事 让他们 在感兴趣的同时 又不免有些震惊 千幻琉璃宫 他们自然知晓 也知道修炼这种功法的危害 所以只是略意沉思 便不再关注戴渊 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许久之后 那飞射进琉璃山中的一道霞光 忽然又闪现了出来 冲进戴渊的郊区内 见此情形 诸多琉璃门的高层 都望向戴渊 等待他的答案 而戴渊却依然紧闭着双眸 似乎是在感知着什么 好一会 他才睁开眼睛 恭声道 回禀门主 师尊 琉璃山下的静智 确实损坏了 而在那静智的旁边 似乎还有一只妖兽的尸体 好像是因为这只妖兽 触动了静智的缘故 不但被静智击杀 还让静智受损 妖兽 那杜兴美妇 脸色微微一变 该不会是钻山兽吧 不会啊 马姓男子也一脸不解 按道理来说 钻山兽不应该会破坏静智的 他好多次深入其中查探 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这次为何会这样 杜兴美妇望着戴渊 微微一笑问道 这位师侄 你该不会查探错了吧 钻山兽 是我们从万寿门中买来 专门用在此地的妖兽 他应该不会破坏静智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我查探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杜长老不信的话 可以另寻他法自行查探 戴渊说了两句话之后 脸色隐隐有些发白 似乎刚才施展千换琉璃宫 让他有些劳累 杜兴美妇善善一笑 不便再多说什么 若是他有办法仔细查探的话 哪还需要借助戴渊的能力 只是他与马姓长老 一直看守此地 如今琉璃山出了问题 他们多少要担一些责任 既然是钻山兽的问题 那就没什么大碍了 剩下的 只需要将阵法修不好就成了 地下的那处静置坏了也就坏了 另寻他法弥补吧 宫星和脸上 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 倒是没有追问戴渊太多问题 父亲 既然是钻山兽的问题 那这段时间来访的客人 要不要清查了 宫奥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瞥了戴渊一眼 显然是从影速碟那里得知过 前几日戴渊也有客人到访 此事 你们自行做主吧 宫星和百了百首 旋即转过身 身形晃了晃 诡异的消失不见了 门主一离去 许多长老都不由地暗暗松了口气 那马姓男子和杜姓美妇护士一眼 不关外人之事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 度长老培育那只钻山兽 已经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出过纰漏 这一次却出了意外 或许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自然知道 他有些要推卸责任的意思 如果是外人为之 那他和杜姓美妇的责任 自然要亲一些 当即都打得哈哈 表示这事由马姓男子和杜姓美妇 自己做主处理 他们不会插手过问 马姓男子当人不让 自然是与杜姓美妇 准备全力清查来访人员了 而戴渊这边 脸色苍白地来到公奥福面前 施了一礼道 师尊 弟子也回去休息了 嗯 好 这次难为你 千换琉璃宫未有小城之前 一般是不能动用琉璃神光的 看你这次损失的元气实在不小 回千换风 好好修养数月吧 这一瓶百罗丹拿回去 可以弥补你损失的元气 这般说着 公奥福玉手一抛 一瓶丹药朝戴渊抛了过去 戴渊接过 口上道谢 玄疾恭敬退去 公奥福让他休养数月 正合了他的心意 他本来就是打算休养数月 然后冲击反须境的 琉璃门众多长老 在那边修补静置和法阵 千换风内 戴渊悠一回到此地 便直奔阳开之前住过的房间 站在房间内左右打量 戴渊的美眸阴晴不定 好一会 他才运转圣元 那琉璃神光 再一次从他体内迸发出来 直接钻入地下消失不见 他微眯着双眸 仔细查探感知 好片刻 才忽然焦躯一阵 面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轻声呢喃道 真的是你 之前他在查探琉璃山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了 琉璃山底部 有一个小小的窟窿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 给钻了进去 而且 琉璃山内部 似乎还少了很多 千换琉璃的样子 不过在顺着那地下的 一个小通道查探的时候 戴渊骇然地发现 那通道指向的位置 竟是自己的千换风 虽然整条通道 都被刻意地修不过 心中惊疑之下 戴渊也没敢明说 因为他隐约觉得 此事可能会与杨开有些关系 当时他不敢肯定 只是小心为上 才将罪责都推到了 那只钻山兽身上 可那只钻山兽 根本就不是被禁止所杀 反而像是 被什么东西 给一巴掌拍死的 如今 回到千换风一番查探 立刻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在这间杨开居住过的房间地下 竟然有着一条同样的通道 通往琉璃山所在的方向 自己这千换风 这么多年来 直接带过杨开和杨岩两位客人 若不是他们动的手脚 那才是怪事 但愿不知道 杨开到底动用了 什么样的神奇手段 竟然能从这里打通一条 前往千换琉璃山的通道 而又从琉璃山内 掏空了弱大一块范围 但他知道 如果这种事暴露出去的话 杨开势必会遭到琉璃门的追杀 他那种能不通过千换琉璃宫 采集千换琉璃的方法 门中高层 是绝对不愿意放过的 追兵 好在这是除了修炼了 千换琉璃宫的他 能够得知之外 即便是门主也无法探查 除非将整个琉璃山搬起来 而之前 他又将罪则推到了 那只钻山兽身上 想必杨开不会遭到什么怀疑 一念至此 带渊心中稍安 当即决定 将此事默默埋在心中 不对任何人说明 甚至连杨开住过的房间 地下深处的那条小通道 存在的痕迹 他也想方设法地掩盖住了 杨开也不曾想到 但愿能有办法查探到一切 他以为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他在临走之前 可是特意让石魁 将地下的那条通道 给修补好了 可他和杨炼都小瞧了 千换琉璃宫和琉璃神光的玄妙 此时此刻 杨开与杨炼两人 已经距离太青山脉 十万里之遥 正在朝某个位置飞去 但杨开依然有一种 微妙的不妥感 神色凝重 神念一直在查探附近的情况 我怎么感觉 你有些小心翼翼的 杨炼皱了皱眉询问道 嗯 石魁在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只很奇怪的妖兽 虽然那妖兽只是六阶水准 被他一巴掌拍死了 但琉璃山那边的变故 肯定与此有关 我不知道 那妖兽是不是传递回去什么信息了 如果是的话 我们得走快点 小小打死了一只妖兽 杨炼惊呼一声 这是 他还是直到现在才知道 应该是琉璃门特别换养的妖兽吧 具体是什么种类 我也不知道 只晓得 他能无视琉璃山下方的种种静止 估计是琉璃门的人放下去查探情况的 也幸亏石魁机灵 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 就痛下杀手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一次 肯定会麻烦缠身 疑 说话间 杨开的身形忽然一顿 抬头望着前方 神色微动间 驻足不前了 怎么了 有人朝这边来了 杨开眯眼朝那边望去 面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杨炼也顺着他所望的方向望去 可什么都没发现 但他知道 杨开不同于一般人 倒是没什么好惊讶的 只是轻声问道 不是冲我们来的吧 如果是冲自己两人来的 应该从后面追过来才对 怎么会从前面迎上来 是隐速点 还真是冲我们来的 杨开无奈苦笑 杨炼略一沉思 恍然道 看样子 琉璃门内是有空间法阵 连通到了附近的城池 否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现在若是避开 就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杨开摇了摇头 反而装作没有发现 那边来人的痕迹 直直地迎了上去 因为他发现 来的人虽然不止隐速叠一个人 但并没有反须进抢者跟随 所以他毫不畏惧 前方百里的位置处 隐速叠带着两个 圣王三层进的舞者 正朝这边飞来 戴眉间隐约有些不斥之色 之前他听说门主下令 要彻查来访人员的时候 还大为欣喜了一场 毕竟前几天动用魅宫的时候 在杨开手上吃了点小亏 还被他大占了便宜 实在是让隐速叠恼怒非常 不提这一点 但是杨开是戴渊的客人 就足以让隐速叠上心了 他正愁找不到机会 来寻杨开的麻烦 没想到机会一下就摆在了眼前 他很想知道 戴渊和杨开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而这一次 把杨开带回千唤峰幼时 为了什么事 乃曾想 彻查来访人员之事 只是雷声大于点小 他兴冲冲地去跟那位 负责此事的长老禀告 那长老听闻 杨开只是个圣王两层进舞者 当即对他没了什么兴趣 甚至连追查的心思都没有 不过那位长老 也知道隐速叠的想法 倒霉阻止他 自行出来追人 所以隐速叠便在琉璃门里 拉了两个实力不错的帮手 通过门内的空间法阵 传送到了十万里之外的一座城池里 正好迎头拦截过来 他身边的两个舞者 一个绑大腰圆 身材魁梧 壮如熊霸 裸露在外的两条胳膊上 肌肉高高焚起 一看便是力大无穷之人 眉宇间更是煞气涌动 似乎凶残至极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看向隐速叠的时候 却是满目的柔情 与他说话的时候 也是刻意压低声音 生怕自己唐突了家人似的 而另外一人 则生得有些气宇轩昂 样貌不俗 此刻 他的双目间 引有流光闪动 正义脸 严肃地四下张望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在他的双眼扫视下 方圆百里范围内的 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罗师殿 人找到了没 那魁梧男子 忽然瞥了一眼另外一人 翁生询问 看你找了这么半天 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 你是不是没出权力啊 催什么 那被换作罗师弟的舞者文言 面上顿时露出不悦之色 人家早早地离开了太清山脉 我们虽然拦截在前 但谁知道 他们会往哪个方向走 侯师兄若是不放心 不妨自己寻找如何 听说师兄 最近在苦练神师修为 正好可以借此 来实验下最近苦修的成果 似乎师父赏了你一瓶神清单 想必师兄的神识 比以前要强大很多吧 听着罗师弟一阵野鱼 后性壮汉脸上 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他修炼的功法 并不太注重神识的增长 可以说神识 就是他的一大短板 随着实力的成长 这个短板的缺憾 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前段时间 他才逼不得已 开始苦修神识力量 如今自己的痛处 被师弟拿出来说上一番 而且是在美人面前 后性壮汉的脸色 顿时有些挂不住了 两人平时还好 身为师兄弟 倒没什么摩擦 似乎一枪怒火 憋在心中 马上就要爆发的样子 隐素蝶连忙道 两位师兄都不要吵了 这次请你们两位出来 自然是要借助 两位联手之力的 罗师兄修炼的 清明灵木秘书 正适合在这种情况下寻人 而寻到了人之后 就要有牢侯师兄出手擒拿了 之前宗门至宝琉璃山的变故 两位师兄想必也看到了 门主和诸多长老怀疑 是外人所为 而那个姓杨的 早不走晚不走 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 分明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 可不能让他逃脱了 隐素蝶一点也没有因为 两人争风吃醋 而恼火的意思 反而翘脸上一片享受愉悦 似乎巴不得 两人吵得越凶越好 不过现在追踪阳开 更要紧一些 所以他才劝解一番 听他这么说 那后性壮汉脸色一粒 信以为真道 这么说来 真是那小子动的手脚 这我也不知道 隐素蝶微笑摇头 但是此事事关重大 凡是可疑之人 都不能放过 请他回去 交给门中诸位长老 长老们自然会有定夺 他本身就是拿着 鸡毛荡令箭来使 哪敢把话说得太满 而且 他这样的说辞 只能糊弄下后性壮汉 那罗姓武者 却是面上若有所思 分明了解到了什么 可也不出口点破 对他来说 寻个人而已 只是举手之劳 能卖个人情给隐素蝶 才是最重要的 好好好 罗师殿 你再仔细找找 待找到那小子师兄 出手把他勤了 敢打我们琉璃山的主意 我倒看看 这小子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说话间 一口白森森的獠牙壁露 模样害人 罗姓武者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忽然精神一震 低喝道 找到了 在哪 尹素蝶也是神色一喜 急忙询问 这边 朝我们过来了 罗姓武者把手一指 微微汗手道 不错 跟师妹描述的一模一样 一男一女 女的被黑袍包裹 就是他们 那就没错了 尹素蝶娇笑一声 有意思 居然自投罗网来了 那后姓壮汉也凝笑一声 低喝道 师兄先过去了 罗姓殿 你保护好师妹 等着拿人 罗姓武者见词 知道这个壮汉 是有些抢功的意思 毕竟人是自己找到的 他要出手擒拿 也就随他去了 正好趁此机会 享受下与尹素蝶 单独相处的乐趣 微微撇头 微笑道 侯师兄还是个急性子 师妹我们慢慢过去吧 想必等到了地方 师兄也已经完事了 区区一个圣王两层镜 又能有多大本事 尹素蝶美眸中 闪过一丝异色 文言若无其事地点头道 好啊 这还多亏了 罗师兄的清明灵目 要不然 想在这么大范围内 找个人 还真是挺麻烦的 哪里哪里 师妹抬爱了 日后若还有用的 到师兄的地方 尽管开口招呼 师兄定不会推辞的 而你们万人风 与我们飞鸟风相聚也不远 他日师妹若是有时间 可来飞鸟风游玩几日 师兄可全程陪同 这也是师兄的荣幸 他竟主动开口相邀起来 言语中的爱慕之意 异于言表 文言 尹素蝶哥哥娇笑两声 不置可否地敷衍了一下 虽然没得到确定的回答 但那如花似玉的面孔 和悦耳的笑声 却让罗姓舞者一阵失神 看得眼珠子 都快突出来了 当即心头一领 知道自己这个师妹 在妹功上又有进展 听闻只要等肖大师的 宁须丹炼制出来 他便可以冲击反须境 看样子果然不假呀 给我爬下 杨开面露古怪之色地望着 飞到自己面前 露出一身魁梧身材的壮汉 神色淡漠 这个壮汉 自然就是尹素蝶找来的 后姓舞者了 只是杨开不明白 为什么他独自一人 急急地冲了过来 而尹素蝶和另外一个舞者 似乎还在后面有说笑 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赶来 那后姓舞者上下打量杨开 但察觉到杨开身上的气息波动 确实只有肾亡两层镜后 嘴角一撇 露出了不屑之意 在打量打量杨炎 不禁有些意外 他似乎没想到 这个被一身黑袍包裹的女子 居然也姿色不凡 而且在被自己拦下之后 面前这一男一女 都没流露出太慌张的意思 反而一个比一个镇定 唯一让后姓壮汉不解的是 他瞧不出杨炎的真实修为 神念笼罩过去 对方的身体似乎是不存在一样 直接就穿透了 根本查探不到分毫 这让壮汉神色一领 下意识地将杨炎 看成了比杨开还要厉害的舞者 便收回了目光 森然双目盯着杨开不放 一脸的不善 这位朋友 杨开走前一步 朝他拱拱手道 拦在我师姐第二人面前 有事吗 有事 嘿嘿 后姓壮汉低笑一声 你可信杨 不错 可是刚从太清山卖出来 对 那就没错了 侯某找的就是你这小子 后姓无折脸色一冷 低喝道 敢打琉璃山的主意 更触动了琉璃山的禁止 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 听他这么说 杨开心中真是一惊 他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干得好 是暴露了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有些不对 如果真的暴露的话 来追他的人 就不可能只有这么三个圣王境了 最起码会出动琉璃门的几位高层 才会万无一失 既然没暴露 这家伙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 杨开哪里晓得 后姓壮汉 也只是听信了引速蝶的话 才会先入为主 这么想当然地认为 心思急转 杨开轻笑一声 朋友说笑了 我去太清山脉 只是应贵宗戴云之妖 做客几天而已 怎会去打琉璃山的主意 戴云 后姓壮汉神色一愣 惊一道 你认识戴云 他居然请你去做客 他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仿佛听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这种事我当然不会说谎 你可以回太清山千换风 问问戴云姑娘 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 让我去问戴云 后姓壮汉脸上流露出一丝忌惮之色 忽然又把手一挥 蛮不讲理道 小子别信口开河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 这一次也跑不掉了 侯某受人所托 必须得先把你情下再说 至于你有没有干什么事 我不管 我只负责情人 听他这么说 阳开不由地咧嘴笑了起来 这么说 朋友是故意来找事的了 哼 壮汉冷哼 就是又如何 话音落 后姓壮汉手上 忽然爆发出一团刺眼的光芒 一股凶猛的能量波动 从他体内迸发出来 他身形一窜 竟直接窜上了高空 旋即如阴机长空 两手挥动间 右掌一下子变成了金属的冷漠色泽 直接朝阳开的头顶上按了下来 刹那间 以阳开为中心 方圆百丈范围内的空气 似乎都凝制住了 那手掌压下的时候 仿佛整个天空都在往下塌陷 凝聚起来的气场 竟让人呼吸不畅 身体重如山月 站在阳开身后的阳炎闷哼一声 胶躯微微有些站立 不过 他身上只是划光一闪 便若无其事了 同时身形急退 一下子出现在百丈开外 脱离了后姓壮汉这一招的笼罩范围 后姓舞者见此 轻易一声 似乎没想到 扬言居然如此了得 虽然不知道 刚才那道华光 是什么东西爆发出来的 但他也肯定是一件 威力不俗的秘宝 借助秘宝之威 倒不被他放在眼中 所以 他只是略意迟疑 手上的力量更加凝重三分 继续朝阳开压下 口上怒喝道 给我爬下 他竟想一击将阳开击倒 好让紧随而来的引速蝶 瞧瞧自己的威风 这可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 后姓壮汉怎能错过 而就在那手掌距离杨开 还有十丈左右的时候 杨开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站在原地凝视着 对方的凶悍和蛮不讲理 一脸的无动于衷 对方一出手 他就看出来了 这个壮汉 似乎想依仗自己强悍身体的优势 和雄魂的圣源 一锤定音 换作别的圣王两层进舞者 被他这么一攻击 肯定要手忙脚乱 但杨开又怎会将他放在眼中 那几乎能将普通舞者 肉身挤压成肌粉的凝重气场 夹住在杨开身上 根本没能影响他分毫 他随手一挥 附近那凝重无比的气场 立刻像是受到了什么牵引似的 一下子变得动荡不安 旋即如无形的镜面般破碎开来 那无所不在的凝重感觉 陡然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直被笼罩在对方掌心之下的杨开 也身形一阵模糊 刹那间不见了踪影 后姓壮汉脸色大变 他根本没想到一个圣王两层进舞者 能脱离自己全力摧起的气场掌控 而且在脱离之后 自己静意识找不到他的位置了 他就仿佛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在天地间 连一点气息都没有流露 后姓舞者惊恐交加 立刻知道自己 踢到铁板上了 正在寻找杨开踪影的时候 忽然感觉头顶上一股旋转的力量传来 危险至极的气息 从空压下 不好 后姓舞者心中低贺 猛地抬头望去 只见那消失了身影的杨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窜到了自己头顶上 与自己刚才的动作一样 居高临下俯视着自己 那眼神冷漠至极 就如翱翔九天的巨龙 俯看着蝼蚁一般 让他不寒而栗 他同样也伸出了一只手掌 看似轻缓地朝自己拍下来 但那手掌的掌印 却在无限地放大 一下子就遮蔽了整个天空 让他平白地伸出一种 必无可避的念头 后姓舞者不敢怠慢 匆忙凝聚起自身十二成的力道 双掌往头顶上一拖 呈托天之势 同时身上光芒极闪 一层层金属色泽 宛若薄甲般的东西 守护在他身上 与此同时 他的额头中心处 一道漆黑光芒闪出 如尖锥一般低溜溜地旋转 发出痴痴地破空声 朝那只遮蔽天地的大手应迎去 后姓壮汉到底是琉璃门中的精英弟子 在局势急转直下 依然能在瞬间做出如此多的举动 不可谓不厉害 但他依然心中狂跳 并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在他静意不定的注视下 那漆黑如尖锥般的攻击 率先与巨大掌印交锋了 掌印拍下 那漆黑如尖锥般的攻击 旋转的力道立刻消失 光芒一暗 露出了本来面目 竟是一只陀螺般的攻击秘宝 这个秘宝优衣和遮天手接触 便被拍飞到了一旁 一副灵性大师的样子 玄疾遮天手毫无阻碍地 拍在后姓舞者的身上 他那布满好几层 犯着金属色泽的保甲防护 顷刻间寸寸军裂 布满了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只坚持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 便忽然崩溃开来 后姓壮汉咬牙怒吼 将一身的圣元都灌入双臂 骤然间挥出无数拳影 朝当头压下的手印迎去 阳开见此 一声冷哼 圣元又一次迸发 遮天手的威力抖增三分 那无数拳影冲进遮天手印中 就如泥牛入海 连一丝浪花都没翻出来 便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后姓舞者的脸色 一下子惨白无色起来 虽然交手不过短短三息 但他也看出来 自己根本不是 尹师妹要寻找的 这个男人的对手 心里明白 可后姓舞者脸上 却浮现出不服输的表情 脸色越发暴力了 不等他再有什么动作 遮天手印已经拍在他身上 轰得一声巨响 后姓舞者的身躯 重重地朝下坠落 直接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而遮天手 却并没有就此溃散 反而不依不饶地追了下去 大地一阵颤抖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巴掌印 占地面积足有方圆百丈 而在那巴掌印的正中心处 后姓舞者单膝跪地 双手虚脱 浑身静拦着 他那粗壮的双臂上 血迹斑斑 看起来惨不忍睹 身上的衣衫也多有破损 露出魁梧的身躯 但是此刻 他的双臂诡异地弯曲了一个弧度 明显受创不清的样子 绕世如此 他也死死地盯着 从空中飞落下来的杨开 眼中既有惊恐 也有怨毒之色 杨开面上闪过一丝哑然 似乎没想到 这个壮汉竟然能承受住自己 一击遮天手而未斗 看样子 这人的魁梧身体 并不是须有其表 身体素质 一定也非常强悍 与他那怨毒的目光一对 杨开眉头挑了挑 轻飘飘地落在壮汉面前 旋即抬起一只脚 轻轻地搭在壮汉的肩膀上 冲他咧嘴一笑 笑容极其危险 壮汉脸色发白 虽然知道杨开要干什么 但此刻他内腹受创 别提反抗了 连动力下都艰辛无比 所以 尽管心里明白 却无法阻止什么 很有缘分 在后信舞者忐忑不安的注视下 肩膀上默然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道 这股力道之强 让他挡无可挡 壮汉身子一矮 直接爬在了地上 脸上鼻中全是灰尘 狼狈到了极点 他拼命挣扎了几下 但杨开压在他肩膀上的那只大脚 重如山月一般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 一时间 灰尘满部的粗犷脸颊上 一片血红 羞愤无比 百丈外 连妹赶到此处的影速蝶 和另外一个罗信舞者望着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正在当场 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两人跟在后信舞者身后 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赶来 虽然看似在聊天说笑 但也将刚才杨开与后信舞者交手的一幕 看在了眼中 那一切几乎只能用电光火石来形容 后信舞者气势汹汹 威风凛凛地打出一击 口上 喝着让杨开爬下的嚣张话语 他们自然也听得清清楚楚 可眨眼间 爬在地上的 并非他们想象中的杨开 反倒是自己这个实力不弱的同门 后信舞者的实力如何 尹速蝶和罗信舞者自然清楚 在琉璃门内的圣王晋舞者当中 他的实力可以排得上前十 但就是这么一个精英弟子 居然在一个照面 就被杨开给打爬在地上 狼狈如狗 无论如何挣扎都翻不过身 这怎能让尹速蝶和罗信舞者不震撼 整个琉璃门内的圣王晋舞者 没人能做到这种程度 这岂不是说 这个杨开比宗门里那些精英 都要厉害许多 一时间 罗信舞者的表情阴晴不定 暗暗地吞了口口水 他设身处地地想了想 如果把自己放在师兄的位置上 恐怕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被人打败倒是没什么 关键是在尹速蝶面前 丢了这么大一个人 而且之前还夸下了海口 想必以后自己这位师兄 也没脸面再来纠缠尹师妹了 这般想着 罗信舞者在震撼的同时 竟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心头暗暗快意着 尹速蝶也是头一次知道 杨开居然这么强悍 之前虽然跟杨开见过几次面 可并没有与之深交 哪里晓得 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手段尽力还如此 恐怕就是方天仲和屈长风 也不过如此威风吧 而且 他还跟戴渊师姐有些关系 这般想着 尹速蝶不但不惊 美眸中反而绽放出 别样的光芒来 一瞬不移地盯着阳开 心思一转 低声冲罗信舞者道 罗师兄 看到那边那个 穿着黑袍的女子了吗 嗯 师妹有什么吩咐 罗信舞者闻言 也朝阳言那边看了看 能悄悄地将那女子情下吗 尹速蝶浅笑奄然 说的仿佛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罗信舞者脸色微变 虽然很想大包大揽 但迟疑一番还是道 师妹看看眼下的情况吧 就连侯师兄 都不敌对方一招之力 我如何能在他眼皮子底下 情下那女子 而且 看他似乎也不是什么 好惹的家伙 万一因此而触怒了对方 得不偿失啊 罗师兄放心 师妹既然如此提议 那肯定是有安排的 尹速蝶微微一笑 他就交给 我来牵制好了 罗师兄只管情下那个 女子就成 罗信舞者还是表情迟疑 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见此 尹速蝶翘脸微微一沉 不过美眸中流光一闪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罗师兄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我只是 让你情下那女子 并没有让你伤害她 所以 你不用担心 那人会是后来 找你麻烦 更何况 罗师兄你 虽然不是他的对手 但以你修炼的 浮光对影秘书 想来他也拿你 没什么办法吧 还是说 师兄不能满足师妹 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 听尹速蝶这么说 罗信舞者沉吟了一下 点头道 好 既然师妹这么看得起师兄 那女子就交给师兄嘛 不过 师妹你也要小心 这姓杨的 似乎不是一般人 可千万不能在他手上 吃了什么亏才好 他仿佛对自己 那浮光顿影秘书 极有信心 所以 即便亲眼目睹了 杨开一招 将后姓舞者 打趴在地上的情景 也依然答应了 尹速蝶的请求 尹速蝶哥哥一笑 花枝乱颤道 正面对拼师妹 应该也不是他实招之敌 但是我怎会给他这种机会 罗姓舞者扭头 瞥了尹速蝶一眼 忽然发现 自己这个师妹身上 竟流转出一圈圈 不着痕迹的光运 那光运无影无形 冲击出来 让人心神晃动 下一刻 身边这位师妹的郊区 就仿佛散发出 无穷无尽的吸引力 吸引着自己的心神 让人不愿从他身上 挪一开目光 要将整个人都 深陷进他的吸引之中 罗姓舞者不由地 愣了那么一下 玄机心中一领 一咬舌间 从师神中清醒过来 面色惊骇 再也不敢 去看尹速蝶了 心知这位师妹的魅功 比起以前又大有长进 那种魅力 根本不是自己能够抵挡的 当下对尹速蝶 多了几分信心 就在这时 对面将一只脚踩在 后姓舞者肩膀上的阳开 忽然抬起头 看了看尹速蝶和罗姓舞者 仿佛才发现 他们一样 笑音音地道 尹姑娘 真是巧啊 在这里居然也能碰到你 咱们很有缘分啊 缘分 尹速蝶眼嘴娇笑 美眸中荧光流转 似乎魅力无穷的样子 苏声道 确实有些缘分 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巧合哦 我是特意从琉璃门内 通过空间法阵 来到附近的城池 然后过来找你的 找我 杨开眉头一挑 洋装惊讶的模样 怎么 尹姑娘找我有事吗 尹速蝶脸上笑容一脸 流露出哀怨的表情 倒是没什么大事 只是小哥 是不是忘记前些日子 与我的约定吗 你不是说 有空会来万人风坐坐吗 怎么如今却招呼都不打一声 便离开了 难道是戴渊师姐招待不周 若是如此的话 做师妹的 在这里给他赔个不是了 戴渊师姐有些不善与人交流 不通人情事故 还望小哥不要与他一般计较 这般说着 他竟真的款款义理 举手投足间 流露无意流露出来万种风情 那一双美眸 隐隐地望着杨开 不知不觉地散发出 牵引神魂的力量 杨开一副受宠落惊的模样 连忙摆手道 姑娘严重啊 倒不是戴渊招待不周 只是在下身有要事 不便在琉璃门久留 所以才这般急着离开 与此同时 他心思急转 倒是安心了许多 刚才那个后信舞者一过来 就口口声声说 他破坏了琉璃山的禁止 可如今尹肃蝶对此却只字不提 看样子 石魁做的事并没有暴露出去 这样的话 他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原来如此 尹肃蝶禽手微汉 抬起玉手 捋了下耳边的秀发 露出小巧精致粉嫩白皙的耳垂 嫣然一笑道 小哥若是不介意的话 能先放了我 这位不成器的师兄吗 似乎刚才他和你之间有些误会 如今小哥也惩罚过他了 是不是可以把他放了 他是你师兄 阳开一惊 脸上浮现出一抹歉意 原来这位也是琉璃门的 我还以为 哪个不张眼的跑来找麻烦 没多问什么 便打了他一顿 这可真是不好意思 既然是尹姑娘的师兄 那便还给你吧 这般说着 仿佛随意一脚卷出 脚被卷在那后性舞者的腹部 咔嚓咔一阵脆响声传出 本来羞愧难当 脸色通红的后性舞者脸色 漠然一白 腾空飞了起来 直朝尹素蝶撞去 尹素蝶翘脸微变 他似乎没想到 阳开居然如此狠辣 那一脚看似漫不经心 但从听到的动静上来判断 自己这位侯师兄的胸骨和肋骨 只怕已经断了一半之多 这种伤势不算轻 倒也不算重 但最起码也要卧床 静养三四个月 才能完全恢复 尹素蝶的美眸中 闪过一丝恼怒 暗怪阳开一点面子都不卖 牵牵御手往前一挥 一团粉红色如云雾般的气息 忽然出现 挡在他的面前 后性舞者的身躯 撞在那粉红色云雾上 云雾如棉花般 往内凹陷下去 但也因此而 化解了后性舞者撞来的力道 让他免除了二次伤害 尹素蝶在一台御手 搭在后性舞者的肩膀上 带着他转了两圈 待停下来之后 后性舞者已经安稳地站在他旁边 不过那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似乎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似的 最让他难受的是 尹素蝶居然连瞧都不瞧他一眼 只帮他化解了力道之后 便无视了他的存在 一时间傻站在原地 一言不发 对面的阳开见到这一幕 却是暗暗惊讶 刚才那一角中 他特意灌入点圣元 没想到被尹素蝶举足轻重的 就化解了 看样子 这个女人不只是表面上 看起来这么简单 她既然能在琉璃门中独占凹头 果然是有些门道的 尹姑娘若是没别的事 杨某就此告辞了 杨开决定 不跟这个女人多做纠缠 她毕竟是琉璃门的首席精英弟子 杀是不能杀的 继续纠缠下去 吃亏的只是自己 所以她立刻不要告辞 妹宫迷阵 听杨开这么说 尹素蝶轻笑一声 倾起朱唇道 小哥别急着走啊 我这次来 是特意请小哥去万人峰坐坐的 其实我对小哥与代元师姐的关系 很是好奇 若是可以的话 还请小哥赏个搏面 随我走上一趟 你也知道 代元师姐在门中不与旁人交流 便是我这个做师妹的 想要与她说上几句话 也是难上加难 而小哥 你是她最近二十多年来 头一次请回来的客人 不但我对此事好奇 就连师尊也垂寻过 这次我来 其实也是奉了师尊之命 你家师尊 杨开笑眯眯地望着尹宿蝶 沉引一下道 承蒙宫前辈看得起 只是杨某如今身有要事 实在抽不出什么时间 这样吧 以后我有机会再来琉璃门 再去登门拜访如何 以后 谁知道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择日不如撞日 便是今日好了 尹宿蝶不依不饶 一下子就替杨开做出了决定 似乎还不容反驳的样子 杨开眼睛眯起 对方这般纠缠 自然让她心中不悦 看样子 今天这事是没法善了 仔细一想 杨开也觉得自己有些天真了 人家既然追到了这里 自然不可能就这么退去 轻轻地吸了口气 杨开低声道 我若是执意不去呢 不去 尹宿蝶哥哥娇笑着 绕有兴趣地打量着杨开 吐气如蓝道 怕是犹不得小哥呀 他话音刚落 远在杨开百丈开外的扬言 忽然交呼一声 仿佛遭遇了什么偷袭般 杨开神色一冷 连忙扭头望去 只见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个 身上泛着银白光芒的男性武者 这武者刚才似乎是想擒拿杨炎 却不知道为什么没能成功 反倒是被杨炎身上的一件防护秘宝 给逼出了身形 此刻正眉头紧皱地站在原地 单手 承虚抓之势 正与杨炎身上的一层火红流光抗衡着 杨开眼帘一缩 一下子便认出 这个武者正是跟着尹宿蝶一起来的那个武者 匆忙转头朝尹宿蝶身后望去 那边哪还有此人的身影 只剩下一道荧光 逐渐消散在天地间 杨开的脸色瞬间铁青 他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时候 离开尹宿蝶身边 前去偷袭杨炎的 对方修炼的这套秘术 似乎有些非比寻常 连他都被欺骗了过去 可以想象 如果杨炎身上 不是佩戴了他自己炼制的乱七八糟的秘宝 一旦被擒 自己立刻就要受制于人 到时候就算不想 也不得不跟着尹宿蝶走一趟了 知道自己中了对方的奸计之后 他朝尹宿蝶打亮过去 杨炎身上的秘宝琳琅满目 虽然杨开不清楚 他到底佩戴了多少 但也知道 他不可能被一个圣王三层禁舞者 这么容易擒拿 即便是一般的反须禁舞者 也不一定能抓住杨炎 他对杨炎的自保能力放十万个星 就在罗姓舞者冲杨炎动手的瞬间 尹宿蝶也朝杨开下手了 伴随着月儿清脆 如银铃般的咯咯笑声 之前出现过一次的粉红色云雾 再一次诡异出现 化为大片粉红雾障 一下子将杨开包裹得严严实实 下一刻 尹宿蝶弹口一张 吐出一口香气 涌入粉红雾障中 粉红色的雾障 立刻翻滚如动起来 仿佛活了一般 而在翻滚中 一阵阵勾魂夺破 暗含迷迷之音的娇笑声 从那粉红雾障里传出 这些声音一传出来 原本就受到创伤 神色尴尬地站在尹宿蝶身后的后性 舞者立刻脸色涨红 浑身血液翻滚 双眸中透出一股炙热的神色 死死地盯着 正在施展魅弓的尹宿蝶 目中满是占有的欲望 似乎是感受到 他那火辣辣的目光 尹宿蝶眉头一皱 转过身来 一巴掌拍在后性舞者的天灵盖上 后性舞者一惊 本来快要被欲望掩盖的双眸 立刻恢复了许多清明 自己注意点 别这么丢人现眼的 尹宿蝶神色不悦地赤鹤一声 那后性舞者脸色更红许多 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今日三番两次地丢了脸面 以后恐怕都没办法 在尹宿蝶面前抬头了 本来这魅功并非对他施展 以他的实力和境界修为 想要抵挡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他之前被杨开打伤 圣缘不稳 心情起伏 所以才一时不慎出了丑 现在听到尹宿蝶这么说 他立刻如芒刺悲 恨不得现在就返回琉璃门 闭关不出了 等会还有借助侯师兄的地方 你暂且打坐恢复一下 尹宿蝶见他脸色难堪 连忙又说了一声 闻言 后性舞者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收敛了自己的尴尬 重重点头后 盘膝坐下 从空间界中取出几瓶丹药 各自倒出一粒吞服 又取出两块上品圣经 握在手心处 墨运功法恢复起来 尹宿蝶见此 脸上浮现出一抹满意之色 不断地挥手 打出一道道粉红色的能量 灌入那物账之中 增强着魅功的威力 而在粉红物账内 杨开站在原地不动 扭头四望下 自己所处之地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是在一片荒野中 可如今所见 却是在一处销魂所在 身前一个巨大的水池 水池水叶清澈见底 从那水池里传来浓浓的酒香味 香味入鼻 让人不禁飘飘欲仙 乐不思蜀 而在水池边 更有二十多位妙龄少女 穿戴整齐 偏先起舞 这些妙龄少女 每一个都腰肢柔软 身段恶挪 姿色出众 春蓝秋菊 各有千秋 气质却大相同 有的目光火辣 脸上带着羞涩之意 直视阳开双眸 红唇如洞间 欲宇还修 似乎有说不尽的情愫 有的神色清冷 气质清幽 凛然不可侵犯 宛若神女一般高高在上 有的表情妩媚 在腾挪周转间 主动将自己的种种美妙 展现出来 那饱满双风 上下颤威 弹性惊人 风吞肥辱 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更有的表情羞涩可人 仿佛未成熟的青涩果实般 让人食指大动 而在四周虚空中 更是想起了缠绵柔和的月律 配合着这些妙龄少女的舞姿 竟让人不由地 生出一种花钱月下 狼情惬意地错觉 让人不由自主地 就想起自己心中所爱之人 与他相处得点点滴滴 似乎不愿再离开这九池肉林 永坠其中 杨开却只是站在原地 神色冷漠地打量四周的一切 任凭那些妙龄少女们 舞动身姿 也是舞动于衷 上一次用魅弓对付杨开 吃过亏之后 隐素蝶居然不长记性 这一次 居然又卷土重来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不过这魅弓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 换作一般的圣王进舞者陷入其中 肯定会方寸大乱 但是杨开本身神识强大无比 被人用魅弓对付 更不是一次两次 经验十足 放眼望去 眼前这些虚幻景象 处处都是破绽 哪里能撼动得了他的心神 隐素蝶似乎也察觉到杨开没被迷惑 片刻之后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动了什么手脚 那粉红物账 忽然再次翻滚起来 正在再歌再舞的二十多妙龄少女 神情齐齐一变 变得哀怨忧伤 四周虚空中的月绿 也同时音调一滴 充满了低碗之意 在这乐绿的配合下 这些少女们 仿佛都变成了空手归房的忧怨少妇 欲求不满起来 而原本穿戴整齐的衣衫 也在刹那间变得单薄如沙 紧贴在他们的郊区上 将洞体内的美好一一展现 胸前的高耸 小腹的平坦 双腿间的盈盈芳草地 竟都若隐若现 仿佛只要杨开愿意 一切都可唾手可得 这种诱惑 比起刚才花钱月下的美好意境 立刻上升了一个档次 杨开眉头皱了皱 梅宫到底有多少变化 半盏茶后 粉红物账又一次翻滚起来 引速蝶第三次催动梅宫的威力 那些哀怨的少女们 在物账平稳之后 竟一个个全都一丝不挂 清洁溜溜起来 他们如水蛇一般纠缠在一起 将自身的美妙 全数暴露在空气中 或两两一对 或三五成群 香蛇在彼此口中吞吐 带出一缕缕香精 搂抱着彼此的胶躯 眉腿缠绕在一起 一只只玉手 在那些郊区上游走着 该摸的不该摸的 全都摸了起来 他们竟当着杨开的面 兴起了颠笼捣缝的事情 杨开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大感兴趣地观望着眼前这一切 他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 不得不说 尽管明白眼前这一切都是幻觉 可这种场景 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最起码 杨开感觉自身确实有了些反应 血液流动加速了不少 不错不错 杨开微微汗手 大为满意 没有立刻出手 破去对方的妹弓 还真是做对了 最起码 这种场景 不是一般时候能欣赏到的 一声冷哼传来 似乎是尹素蝶 有些恼羞成怒了 下一刻 正在纠缠的妙龄少女们身上 全都溢出了粉红色的气息 然后她们的表情齐齐一变 变得怨毒万分 仿佛化身成了一个个毒妇 死死地盯着杨开 二十多双眉眸 全都闪烁寒光 果然有些手段 而就在尹素蝶冷哼声响起的瞬间 那些目光 怨毒的少女们 忽然齐齐朝阳开涌了上来 一只只柔弱无骨的后臂 如灵蛇一般舞动 带起大片大片的粉红雾矮 朝阳开包裹而来 而在那些雾矮当中 这些少女们 穿花蝴蝶般来回奔走着 身形逐渐模糊 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四周的月绿 却忽然变得金戈铁马 铿锵交错起来 那月绿中带着浓浓的杀鸡 疯狂地牵扯出杨开心头 深处的暴力 企图让陷入其中的杨开 情绪不稳 与此同时 那些粉红雾矮 如有灵性般 透过杨开的毛孔 无声无息地侵入她的体内 影响她的判断 和自身圣缘的运转 影速叠剑 迷糊不了杨开 当即放弃了先前的打算 准备强硬动手了 她也没指望 自己能真的 把杨开怎么样 只是抱着拖延时间的打算 好让自己那位罗师兄 勤拿住杨言 所有靠近她的粉红雾矮 进阶像是遇到了什么克星般 稍一接触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些雾矮 也不知道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却是无穷无尽 即便被炙热磨焰焚烧 也是如飞蛾扑火般不断地涌来 而在那粉红雾矮中 一道道若有若无的亮影 忽然发起了偷袭 这些影子 正是之前消失的妙龄少女们 她们从极其诡异的角度 以最难防备的时机出现 赤裸着动体 甩动出一条条粉红绸带 朝杨开缠绕过来 杨开一时不差 竟被这些粉红绸带包裹得严严实实 而且这些绸带也极其诡异 在魔焰的燃烧下 竟然也毫发无伤的样子 这倒是引起了杨开的兴趣 仔细望去 果然瞧出了一些端倪 这些粉红绸带 竟然并非误矮所化 而是影速蝶不知道什么时候 祭出的一件虚极秘宝 只是这秘宝的颜色和形状 配合着这一套魅功施展出来 足有以假乱真的效果 才让杨开没能察觉 而且这些绸带缠身 竟隐隐有一种 束缚圣缘运转的功效 杨开体外的那一层护体磨焰 立刻弱了许多 咯咯的娇笑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让人分辨不出来源的方向 旋即绸带一紧 似乎要将杨开捆成粽子 杨开冷哼一声 一手朝那缠绕在自己身上的 其中一条绸带抓去 狠狠往自己身边一拖 刹那间 一道曼妙的身影 被这股大力从雾矮中拖了出来 不等这道影子靠近身前 杨开另一只手已经紧握成拳 直接轰在了那郊区上 耳畔边似乎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 在雾矮翻腾中 一个妙龄少女的郊区 绽放成一朵血花 旋即如泡沫般 消失在杨开的眼帘中 融入近四周的雾矮里 让粉红的色彩变得更加浓稠 见此方法有效 杨开的身子 立刻如陀螺般旋转起来 带起的强大力道 让那些仇待另一段的妙龄少女们 纷纷交呼 全都被拖到了杨开身边 一团团漆黑魔艳 从杨开手上扔出 砸在那些根本不是活物的虚影之上 如刚才一般的惨叫此起彼伏 这些少女的虚影 全都爆成了血污 转瞬间消失不见 而在这些少女们被击碎的瞬间 杨开似乎听到了 尹素蝶的一声轻横 好像自己刚才的那些动作 给施展魅弓的尹素蝶 带来了一些创伤的样子 尹素蝶确实受到了 自身魅弓的一点反噬 他根本没想到 杨开居然如此辣手无情 根本没有一点的怜香惜玉 换作其他男人 被他困在这魅弓迷阵之中 即便知道 那些妙龄少女是假的 恐怕也不会如此果断地痛下杀手 只要给他一点点时间 他就能再施展出后续的另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 可不止困敌这么点功能了 还具备了极强的杀伤 他自负用这种变化 拖延杨开一盏茶功夫 还是可以的 却不想 杨开根本是那些 由他魅弓幻化出来的妙龄少女于无物 干净利落地 全部解决掉了 尹素蝶收之不及 立刻受到了点反噬 虽然这种反噬不是太强 影响不到他接下来的战斗 但尹素蝶的美眸中 还是涌起一抹不服输的狠色 口上低喝道 猴师兄 知道了 那一直在尹素蝶后方 打坐恢复的后姓武者文言 立刻起身 身形一晃之下 就消失在粉红雾矮当中 与此同时 尹素蝶神念一动 那包裹杨开的大片雾矮中 又一次出现了一道道曼妙的身影 只不过这一次 这些身影与刚才不同 他们全都手持不同的武器 那武器上 纷纷都散发着不弱的能量波动 甚至有的身影 还穿戴着泛着光芒的宝甲 杨开见此 不禁微微一愣 虽然他看不起尹素蝶 三番两次 想用魅弓来对付自己 但也知道这个女人 不会蠢到重蹈覆辙 自己刚才分明轻而易举地 将这些身影击碎 他现在又弄出来做什么 而让杨开最疑惑的 便是这些新出现的身影 手上拿着的武器 就在他静意不定的时候 一侧的一名少女 忽然一挥手上的一柄小扇 朝杨开这边轻轻地扇了一下 那小扇看起来不是很起眼 上面绣了一些 飞禽走兽的图案 但是这一扇之下 立刻传来了一阵兽吼之声 旋即一道道黑芒 忽然从小扇的扇面上 飞射出来 只是一阵扭曲变化 变成了一只只 或大或小的妖兽 这些妖兽 正是之前小扇上的图案模样 妖兽出现之后 小扇的扇面也空无一物了 这些妖兽数量有三十多 大的如楼房 小的如灵蛇 优异出现 便直接朝杨开冲了过来 幻觉 杨开眉头一皱 忽然神色凛然 手上一柄魔咽翻滚的长剑 立刻出现 一抖之下 劈出了漫天剑芒 痴痴地破空声大作 那三十多只妖兽 有的避之不及 一下就被剑芒给劈成了两半 有的却灵活至极 轻易避开 继续朝杨开扑来 而那些被劈开的妖兽 身躯却是化为黑气 重新聚集在一起 再扭曲一下 居然又重新出现了 似乎一点伤害都没有受到 不过细看之下就会发现 这些妖兽身体上的色泽 比刚才要暗淡一些 并非一点事都没有 眨眼的功夫 杨开便被十几只 冲到身边的妖兽包围 其中一只楼房大小 看起来犹如头生双脚 四足冒火 犹如麒麟般的妖兽 抬起巨大的爪子 当头朝杨开按了下来 爪子未落 无穷微压便已压下 似乎要将杨开压成肉饼 杨开没有闪避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一拳朝上挥去 被磨焰包裹的拳头 与那巨大妖兽的一族相处 妖兽被打得翻飞出去 杨开也是身躯一阵 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趁此机会 其他妖兽一扑而上 一下子将杨开淹没了 外面的影速叠见此 嘴角不由泛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但这次笑容才刚刚绽放 便立刻僵硬住了 只见粉红物碍中 那些淹没杨开的妖兽群中 忽然爆发出一团黑芒 旋即所有的妖兽都乌夜悲鸣 仿佛被一股大力震飞出去 四面八方击射 不是幻觉 好好 琉璃门首席弟子 果然有些手段 杨开的低鹤声传出 直到此刻 他才总算确定下来 那小善和这些妖兽 都不是幻觉 小善是秘宝 而妖兽是秘宝施展出来的威能 两者都是真实存在的 不止小善 那些妙龄少女手上拿着的武器 全都是真实的秘宝 在这粉红物碍中 只有那些妙龄少女 是由魅宫幻化出来的 介于实与虚的存在 小哥你就别挣扎了 乖乖地跟我走一趟吧 尹素蝶见杨开如此难缠 翘脸一寒娇和起来 想要我跟你走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杨开冷笑连连 话音落 身形一晃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一道闪动雷芒的长边 扫在他原本所力之处 霹雳炸响声不断 可杨开的身形才刚一出现 又有一道惊鸿闪闪到眼前 直刺面门 那惊鸿虽然速度极快 但杨开依然看清楚了 这是一柄匕首模样的秘宝 不知道被那个少女丢了出来 正好投到他面前 看上去仿佛是他自己撞过来的一样 杨开大怒 伸出一只大手 手上魔焰翻滚 透出炽热的气息 一把将那匕首抓在了手上 旋即冷哼一声 圣缘迸发 魔焰威势滔天 将匕首彻底包裹在里面 肉眼可见的 这柄档次不低 足有圣王级上品秘宝的匕首 竟如胶阳下的雪花 很快溶解开来 只是眨眼的功夫 这柄匕首便化为一滩铁水 从杨开指尖滑落 既然确定了这些秘宝 是真实存在的 杨开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隐素蝶纠缠不休 让杨开恼火无比 正好借此来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招惹自己的下场 见到一件圣王级秘宝 就这么轻易地被毁 余下那些少女们的表情都呆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与隐素蝶的心神相连 能反映他此刻的表情的缘故 趁此机会 杨开凝笑一声 合身朝那些少女们扑了上去 刹那间 惊呼声响起 少女们身形皎洁的四散开来 齐齐催动自己手上的秘宝威能 铺天盖地地朝杨开砸去 你不会后悔 不得不说 隐素蝶修炼的这种魅弓 施展出来独具降心 威力实在不小 凭借这种诡异的功法 他无需与人正面交锋 便能轻易击败同等级的舞者 可惜 他用这种魅弓来对付杨开 就略有不足了 一来 杨开的神识力量 比同等级舞者强悍太多 不会为他迷惑 二来 杨开本身修炼了阴阳和欢宫 对魅弓有着天然的抵挡优势 在一阵阵惨乎尖叫声中 粉红物账内的那些少女 被杨开杀得人羊马翻 杨开也不去针对他们本身 反正这些虚影 都是隐素蝶幻化出来的 根本杀不死 杀不尽 杨开针对的是他们手上 或者身上佩戴的秘宝 这些秘宝 轻疑色的圣王级上品档次 足足有二十多件 也亏得隐素蝶能收集这么多的秘宝 甚至能催动他们的威能 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吃惊的 纵然是借助那些少女虚影催动秘宝 隐素蝶自身 也必须得先将这些秘宝炼化一番才能使用 炼化二十多件秘宝 想必耗费的时间也不短 要是被摧毁了 他肯定很心疼 果然 眼界那一件件 让他费心费力 炼化的圣王级秘宝 在杨开手中 磨焰化为铁水 转眼间就毁了五六件之多 隐素蝶震惊之余 也气得花枝乱颤 银牙紧咬 焦鹤道 你在坏我秘宝 我要你好看 听到他气急败坏的叫喊 杨开的心情默然畅快许多 身形一转 便盯上了一个站在那酒池旁的一个少女 这个少女手上 持着一根雷虎闪烁的长鞭 每一次甩动出来 都发出噼啪的炸响声 雷厉不俗 在这二十多件秘宝中 论威力和珍贵程度 他可以排得上前三 这样一件秘宝 价值肯定不会太低的 要是被毁 隐素蝶的心情应该会更糟糕 杨开当即朝那少女冲了过去 身形晃了几下 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少女与隐素蝶心神相连 自然立刻察觉到了杨开突袭 翘脸一变之下 便将手上长边 抖出无数边影朝杨开笼罩过来 一道道青色闪电 从长边上击视而出 杨开冷哼一声 大手往两边一挥 漆黑的魔焰 立刻如天幕一般遮挡在前 所有袭来的闪电 优异与魔焰相处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开再探出一只手 在那虚空中狠狠一抓 漫天边隐为之一宁 那长边顿时被杨开抓在手心上 魔焰又一次翻腾起来 不知道用什么材料 炼制出来的长边上 闪烁起光芒 颜色一下子暗淡不少 灵性大师 眼看着再过片刻 便要与之前被毁去的秘宝一样了 就在这时 一声梦一般的尼南 在杨开耳边响起 那尼南声 蕴藏了无穷的魅惑之意 无影无形地冲进杨开的石海中 杨开体内圣缘不由一顿 手上翻滚的魔焰 也呼拉一声 便若不少 而在尼南声响起的瞬间 那水池中 忽然窜出一道魁梧至极的身影 这身影高大一长 一身肌肉结实如铁板 两只眼睛如凶兽一般 死死地盯着杨开 手上握着一柄如残刃般的刀片 那刀片未伤敌 倒先将他的手给割破了 可诡异的是 伤口处净一滴鲜血都没有流出 那些鲜血反而渗进了刀片中 将三尺长的刀片染得血红 冲天的血腥味弥漫 让人闻之欲偶 这个壮汉 竟然是之前被杨开打伤的后姓舞者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潜入进了粉红物账里 隐藏在那酒池之中 有影速碟配合他 就连杨开都没有发现丝毫破绽 趁杨开被那长边秘宝 吸引住注意力的时候 后姓壮汉瞅准良机 骤然发难 握在他手上的刀片只是一斗 刀片在一声争鸣中 一道匹炼般的血光激射出来 朝杨开揽腰斩去 后姓壮汉的脸上满是暴力之色 杀念如潮 嘴角泛起一抹森冷的微笑 他之前吃过杨开一次大亏 知道杨开的厉害和强悍 但这个时候 他既然敢冲出来 自然是有十足的信心 手上的那柄残刃 是他有一次外出历练时得到的 虚极上品秘宝 是不敢随意地催动这样一件秘宝的 毕竟如果使用次数过多 很有可能被这秘宝中的阴邪影响心性 但今日他三番两次的受辱 只想着在影速碟面前挽回颜面 此刻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当即就把这件秘宝寄了出来 准备给杨开必杀一击 他的出手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正是杨开被影速碟一声泥喃干扰心神 同时也在想方设法 回去那长边秘宝的时候 他自问杨开 就算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避开自己的这一击刀芒 他头一次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正欲躲避开来的时候 原本站在酒池边上的少女 却一抖手上的长边朝杨开缠绕而来 不等杨开离去 便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与此同时 长边上雷光闪烁 秘宝的威能被瞬间激发 一道道雷光游走在杨开身上 劈啪炸响声不断 袭击着他的身躯 杨开脸色骤然冷立 熊熊火焰从体内迸发 反朝长边燃烧过去 刹那间 长边被毁 断成了无数节掉落在地上 但仅仅只是这么片刻的耽搁 那血红色的刀芒便已斩至面前 杨开已经必无可避 面对近在咫尺 即将斩中自己身躯的刀芒 杨开却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件紫色盾牌 圣缘灌入下 紫色的光运在盾牌上流转不休 一只巨大的符纹 忽然浮现在盾牌上 玄机那符纹在滴溜溜的旋转中 冲出盾牌 爆裂开来 爆裂后的荧光 幻化出一面体积更大的盾牌 挡在了前方 轰 一声巨响 血色刀芒斩在盾牌上 盾牌虚影崩溃开来 血色刀芒同时也消失不见 见此 后姓武者表情一呆 似乎没想到 杨开居然有如此出色的防御秘宝 连自己的必杀一击都能正面抵挡 他小瞧了杨开的底蕴 紫色盾牌最开始炼制出来的时候 只是虚极下品秘宝而已 但后来被杨炎精炼过一次 就升级成了虚极中品 他带回来之后 又经过杨炎的第二次精炼 如今的紫色盾牌 已经是虚极上品秘宝了 比起以前的防御 更加出众 同是虚极上品秘宝 紫色盾牌 与那残刃刀骗档次一样 自然能挡下他的攻击 否则杨开也不会这么 信心百倍地把他拿出来 挡下那血色刀刃之后 杨开将紫色盾牌一收 目光森冷地注视着后姓壮汉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对方刚才那一招中 带了浓烈的杀鸡 他如何感受不出来 这个人已经有了 想要击杀自己的念头了 如果说之前 他们这几个人 只是想把自己 带回琉璃门的话 杨开还不会痛下杀手 可是现在 大手一抖之下 一张画卷般的东西悠然出现 杨开咧嘴宁笑间 一座座山峰虚影 忽然从画卷中冲了出来 那虚影幽翼冲出 便立刻变大 遮蔽了天空 轰隆隆气势万军地 朝后姓武者砸下 后姓武者脸色大变 再也顾不得其他 匆忙催动自己手上的 残忍秘宝的威能 一身鲜血疯狂地往内灌入 一道道血色刀芒 被劈砍出来 血色刀芒冲接而去 砸在那些山峰虚影的底部 竟将前面几座 山峰虚影砸得歪歪斜斜 掉落在地上 让大地一阵摇晃 多出了一个个巨坑 但杨开这一次 一下动用了十几座山峰虚影 而且一座比一座大 后姓武者如何能防御得下来 只坚持了不到三细功夫 他便后继无力了 眼看着一座山峰 便要当头压下 后姓武者面如死灰 双目无神 他看出来了 自己下一刻 恐怕就要命丧于此 一时间后悔不叠 觉得自己不应该 跟隐素蝶跑出来这么一趟 就在这时 周旁的粉红雾矮 和那酒池 忽然一阵扭曲 全都消失不见 隐素蝶的身影 鬼魅般地出现在了 后姓武者面前 神色凝素 娇媚的容颜上 竟浮现出一抹端庄之色 双手擒着一颗洁白的珠子 那珠子上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疯狂地朝四周蔓延 被这珠子的光芒一照 杨开忽然觉得 自己心中的杀机少了许多 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甚至还迟疑 要不要对那后姓武者 赶尽杀绝了 不过只是瞬间 杨开就驱散了脑海中的迟疑 冷冷地盯着隐素蝶 他知道 自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跟对方手上的 那枚珠子有关系 而尹素蝶此刻 却紧盯着手上的那一枚珠子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下一刻 他脸色一洗 美眸盈盈地望着杨开 迪婉道 你真要这么做 你不会后悔 他问这两句话的时候 就这么挡在后姓武者面前 是那砸到眼前的山峰 虚隐于无误 似乎不惧生死一样 生怜 尹素蝶问出这两句话之后 没有任何抵挡的动作 娇躯柔弱地 仿佛风吹几道 可杨开一见她的面容 脸色大变 立刻一挥手 将朝他们砸去的山峰虚隐 全部收了回来 百月图也重新出现在了手上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 望着尹素蝶所在的方向 目中满是柔情 嘴巴如动了几下 失声道 苏眼 此刻挡在那后姓壮汉面前的女子 还是什么尹素蝶 分明就是杨开隐藏在心中深处 午夜梦回 魂牵梦绕的佳人身影 她的表情立刻凝固了 痴痴地望着那朝思暮想的容颜 眼中的柔情几乎能融化磐石 而对面的苏颜 也与她对视着 同样回忆无限柔情的目光 但不可察觉的 她的嘴角微微一动 似乎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让她有些差异的样子 正当她以为杨开已经被自己迷惑的时候 杨开的表情忽然变得阴冷无比 那眼中的柔情 顷刻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浓浓的厌恶和冷恋 一见杨开的神色转变 隐素蝶就意识到了不妙 交呼一声 一手抓着透支鲜血过多 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的后性壮汉 便要远顿离去 但杨开的低沉声音忽然响起 声帘 正与杨开对视的隐素蝶郊区默然一将 隐隐地从对面的双眸中 看到了一只含苞待放的莲花虚影 那虚影美丽异常 散发着七彩的光芒 吸引住了她所有的心神 竟让她不由自主地 想要观察得更仔细一些 而就在这时 她的脸色大变 立刻明白这里面蕴藏了什么名堂了 正要防御抵挡的时候 却察觉自己石海内的神石力量 疯狂地朝某一处聚集过去 似乎那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正在牵引着自己的神石力量 将它们吸那一空 而那吸引自己神石力量的源头 正是含苞待放的莲花花蕾 隐素蝶闷哼一声 软绵绵地从半空中在下 内饰之下 只见到那泛着七彩光芒的花蕾 正徐徐绽放开来 而每绽放一分 自己的神石力量就消耗掉无数 似乎她的绽放 需要以自己的神石力量为根源 隐素蝶心中大害 匆忙运转起数种神魂防御秘术 可任凭她如何努力 也阻挡不了自身神石力量被吞噬的速度 只是眨眼的功夫 石海便干涸了一大半 而那花蕾 却才刚刚绽放出一点点而已 只是一点点便消耗了自己这么多的神石力量 如果全部绽放开 岂不是要把自己的石海抽干 到时候 自己就算不死 也会神魂受创 这种创伤可不是一日两日就能恢复的 一念至此 隐素蝶的脸色骤然苍白起来 她没想到杨开真的敢冲她下这种杀手 一时间 美眸中闪动起对生的无限渴望 变得楚楚可怜气来 碰 一连三日 杨开都没见到戴渊的踪影 当时